第1122章 龙少爷的请帖 几天后,我和谢一鸣走出雷公山,回到红旗村 离开雷公山的时候,土地公还带着一众山野金怪来给我们送行 并且给了我们一人一包礼物 土地公说,这些都是山野间的天地灵宝 是山中各类生灵的一点心意,让我们务必收下 结果我和谢一鸣一人提了一大包回来 打开一看,啊,里面确实全都是好东西 外面的人根本就吃不到,甚至连剑都没有剑过 有血红色的酒头灵芝,有幽蓝色的菌菇 有全是疙瘩的千年老树根 每一件东西都是山野里面的极品 吃了以后,不仅能提升内力,还能延年益寿 我让谢一鸣把他那一包东西寄回大上海 给他的家人调养身体 我的那包东西就留在家里,我们自己食用 我将那酒头灵芝切片泡茶 老爹喝了不出三日,便返老还童 容光焕发,看上去只有四十来岁 精力充沛 老妈喝了灵芝茶以后 脸上的皱纹和斑痕全都没了 皮肤变得跟少女一样嫩,吹弹可破 还有那奇异的幽蓝色菌菇 老爹杀了只老母鸡,用那菌菇炖鸡 那鸡汤鲜的能让人咬掉舌头 我们围着咕噜噜沸腾的火炉 一边吃着菌菇炖鸡,一边喝着小酒 那顿菌菇鸡一吃下去,元气大增 将这些日子的疲惫感一扫而空 而且吃下去以后,身体滚烫发热 即使在这深冬季节打着赤膊也不觉得寒冷 对了,我才想起一事儿 这里有张你的晴帖 老爹自溜,喝了口小酒 放下酒杯,回身从客厅抽屉里 给我拿来一张禽帖 谁的禽帖 我接过禽帖,拆了开 老爹说 你同学,那个挺有钱的矿老板 你们叫他龙少爷那个 哦,龙涛 奇怪,这小子不是早就结了婚吗 怎么,难道又要结了 我好奇地抽出禽帖 老妈说,这些有钱人 结个二婚三婚的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我抽出禽帖一看 忍不住笑了笑 不是结婚 人家生儿子了 儿子的满月酒 让我去喝酒呢 老爹说 龙少爷上的星期来的 我说 你出去了 不在家 你现在回来了 还是给人回个电话吧 我点点头 拿着禽帖走向客厅 给龙少爷打去一个电话 电话 很快接通了 我笑着说 少爷 是我 龙少爷说 我的哥 你跑哪里去了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总算是回来了 我恩了一声说 出去办了点事 耽搁了一些日子 龙少爷说 请帖收到了吧 我儿子的满月酒 你可一定要来参加 几个老同学都要来 还有你的初恋也要来 到时候咱们趁机好好聚一聚 不醉不归啊 好好好 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 我点头答应 灵挂电话 龙少爷还不忘提醒我 记着啊 你的初恋要来 你的初恋 八大 我把电话给挂断了 笑着摇了摇头 安安骂了句 这小子 我知道龙少爷在说谁 他在说张雨昕 我也不知道张雨昕算不算我的初恋 你说 他是我的初恋吧 好像我们又没有正经八百的 谈过恋爱 你说 他不是我的初恋吧 我们之间好像又有过刻骨铭心的一段情 上次在镇上的时候 跟龙少爷他们短暂聚过一次 听龙少爷说 张雨昕现在过得也不太好 离了婚 一个人单着 听刚才龙少爷那副口吻 他不会想要撮合我和张雨昕吧 师父 快来喝酒呀 你在发什么呆呢 谢一鸣在餐厅里叫我 我笑了笑 放下请帖 回到餐厅坐下 谢一鸣问我在发什么呆 我说 没有 只是突然有些感慨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当年读书时候的那些事情 现在还历历在目 一眨眼的功夫 有人结婚了 有人离婚了 有人生孩子了 哎 现在想想 还挺怀念年少的时候 那时候无忧无虑 天真烂漫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愁 谢一鸣说 是啊 还是小时候好 小的时候啊 天天盼望着长大 总觉得自己长大了 就能做很多很多事情 等到真的长大了 却发现 生活并不像小时候想象的那样简单 所以现在 又很想回到小时候 只可惜啊 时光一去不复返 很多事情 很多人 都已经回不去了 只能留在记忆中 随着我们一起老去 得了得了 老爹用筷子敲了敲桌子 你俩还这么年轻 在我们眼里 你们就是两个小娃娃 喝酒就喝酒 搞得这么伤春悲秋做什么 等你们到了 我们这把年纪 再说回忆青春的事情吧 我和谢一鸣 被老爹一通数落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是啊 喝酒就喝酒 珍惜现在的快乐时光 至少老爹老妈身体健康 至少我们一家人 还能围坐在一起 谈笑风生 这便是最好的事情 吃完饭 我单独咬了一碗军箍鸡出来 然后端着走进宝家楼 我把那碗军箍鸡 放在神龛里面 点上一炷香 插在香炉里 香烟鸟鸟 宝家仙黄晓晓 很快现身而出 我只觉一阵忧香扑鼻 一个柔软的少女身躯 便扑入我的怀里 黄晓晓的声音 在我耳畔响起 主人 你可算是回来了 你再不回来 我都忍不住 要出来找你们了 我拍了拍黄晓晓的肩膀 微笑着问 怎么样 你好些了吗 黄晓晓说 托主人的福 好多了 谢一鸣站在边上 笑嘻嘻地 学着黄晓晓的腔调说话 托主人的福 好多了 黄晓晓瞪了谢一鸣一眼 鹦鹉学舌 看我不割掉你的舌头 谢一鸣捂着嘴巴 假装很害怕的样子 脸上却笑着说 你这女人如此狠辣 以后怎么嫁得出去 黄晓晓翻了翻白眼 冷哼道 你放心 反正我不会嫁给你 谢一鸣黑黑笑道 我知道 你那点小心思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不就想嫁给我师父吗 第一签一百二十三张 满月酒 上 你 黄晓晓那张白皙的小脸 一下子涨得通红 满脸羞奶之色 白里透红的模样 还真像一颗小苹果 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上一口 我瞪了谢一鸣一眼 你小子又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谢一鸣指着黄晓晓说 师父 我可没有胡说八道 你看他脸都红了呢 黄晓晓脆骂道 去你的 谢一鸣笑嘻嘻地说 还不承认吗 你不想叫我师父 干嘛把我师父抱得这么紧 黄晓晓那一张脸更红了 赶紧松开手 触电斑向后退开 够了 你消电话 先出去吧 我跟黄姑娘聊几句 我赶紧支走谢一鸣 谢一鸣这小子在旁边 闹得我头晕 好嘞 谢一鸣挥了挥手 我先走了 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 拜拜 等到谢一鸣离开保家楼 我看向黄晓晓 不好意思笑了笑 别往心里去 一鸣就是这副德行 没 黄晓晓低着头 脸上的红韵尚未退去 我还从未看见她 如此娇羞的模样 一时间竟看得有些吃了 主人 干嘛一直盯着我 黄晓晓突然羞涩地问我 我呕了一声 这才发现自己有些失态 赶紧收回目光 为了缓解尴尬 我取下腰间的一个口袋 递给黄晓晓说 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都是雷公山的天灵地宝 对你的修炼很有帮助的 黄晓晓说了声谢谢 解开口袋看了看 情不自禁发出啊的一声惊呼 黄晓晓抓起一个灵芝 惊讶地问 这是九头灵芝吗 西是天地灵气 日月精华 一百年生一头 九百年才能生出九头 世间罕见啊 黄晓晓一边嘖嘖赞叹 一边问我从哪里弄来这么多好东西 我笑了笑 都是雷公山的那些山野 精怪送的 感谢我为名除害 拔出了白家那颗大毒瘤 你把白家给灭了 黄晓晓惊喜地望着我 我点点头 是啊 白如梦 还有白家最大的老鬼 白长生 都被我们给灭了 太棒了 这一下总算是天下太平了 黄晓晓拍着手欢呼道 我微笑着说 这个天下永远都没有太平 所谓太平都只是短暂的 好了 我抱了抱拳 跟黄晓晓告辞道 你慢慢修炼 调养好身体 这些天灵地宝屋子里还有 哪天吃完了你跟我说 我又给你带点 谢谢你 主人 黄晓晓抿着嘴唇 两只眼睛里面 隐隐有泪光闪烁 我说 有什么好谢的 你是我的保家仙 把你养得白白胖胖是我的责任 我跟黄晓晓挥了挥手 走出保家楼 刚刚打开门 就发现谢一鸣这个好事惊 竟然一直守在门口 耳朵贴在门上 偷听我们说话 我飞起一脚 踹向谢一鸣 你小子鬼鬼祟祟 在干嘛 谢一鸣反应很快 在我开门的一瞬间 一下子溜出老远 没有 我没有偷听 我问他在干嘛 结果他回答说 没有偷听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在家中休息了几日 我便动身 前往镇上 准备去参加龙少爷儿子的满月酒 我带上谢一鸣 让他跟我一块去 他是我徒弟 我想 多带他出去走走 结交一些新朋友 和新的人脉 虽然龙少爷 在电话里再三强调 让我不要赶礼 但出于礼节礼貌 这个礼我 还是得胆 我给龙少爷包了个一万二的大红包 当然 这一万二在龙少爷眼里不算什么 不过也是我的心意 好多人婚宴才赶两百块呢 我出手 就是一万二 也是非常认可 龙少爷这个兄弟的 龙少爷的老家 是镇上的 虽然他在城里买了新房 但是儿子的满月酒 他还是摆在镇上的 很多老朋友 很多长辈都在镇上 在镇上摆酒 方便一点 如果摆在城里 很多人 进城不方便 而且城里的酒店饭馆 也没有乡下这种酒大碗的气氛 虽然只是儿子的满月酒 但作为镇上的首富 这场酒席龙少爷办的自然是相当隆重 洗开一百桌 镇上叫得出名字的人 基本上都请来了 而且还从城里请来了歌舞团 唱歌跳舞 比别人结婚还要热闹 好几个乡厨团队在忙碌 现场人头攒动 歌舞升平 好生热闹 老远我就看见 门口摆放着一张巨型海报 海报上面是一个胖大小子 穿着锦衣浴袍 一副雍容华贵的小皇帝扮相 能够投胎在龙少爷这样的大户人家 这个胖小子八字也是相当好的 龙麒麟 谢一鸣看着海报 念出上面的名字 嘿 这名字起得真够响亮的 我点点头 微笑着说 龙少爷肚子里有多少墨水 我清楚得很 他儿子的名字 我敢打赌 不是他自己的取的 应该是有高人指点的 名字虽然只是人的一个称呼代号 但里面的学问和讲究 却多得去了 一个人的名字 要以他的生辰八字为基础 这样才跟他的命理吻合 有的人八字不硬 却偏偏起个太大的名字 名字太重 会把本人给压垮 有的人八字太硬 如果起个太娘的名字 名字跟八字对冲 那也是不行的 就拿龙麒麟这个名字来说 龙 本来就是万灵之首 华夏之王 而麒麟 也是古代神话中的锐兽 地位不亚于龙 龙 再加上麒麟 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大上了天 重得很 普通人根本驮不起这个名字 会被这个名字压垮 能够取这个名字的人 八字命格 肯定与众不同 是个人中龙凤 才担得起这个名字 成眼 成眼 龙少爷穿着一身雕毛大衣 一副雍容华贵的样子 走了出来 脖子上的大金链子 差点没亮瞎我的眼睛 那十根手指伸出来 全是清一色的大金戒指 脸上就差没写着两个字 抱负 龙少爷伸出双手 同我拥抱了一下 我对龙少爷说 你就不要成爷成爷地乱喊了 这里只有一个眼 那就是你 龙少爷 第1124章 满月酒 中 龙少爷搂住我的肩膀 招呼我们往里走 一边走一边说 你看我儿子这名字 取得怎么样 龙麒麟 够不够霸气 我笑了笑 这名字 应该不是你想出来的吧 龙少爷打了个哈哈 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成爷啊 前阵子碰上一个云游的道士 他路过我家门口的时候 看见我儿子面相不凡 于是就抱去看了看 又问了我儿子生辰八字 说我儿子属于人中龙凤的命格 我看那道士着实有些道横 说得头头是道 我就封了他一个大红包 让他帮我儿子取个名字 这边有了龙麒麟这个名字 谢一鸣说 这名字够大够重 只要你儿子的生辰八字 够硬 那就没问题 龙少爷点点头 回头请成爷 再丢我儿子看看八字 那个倒是虽然厉害 但我最信任的 还是我们成爷 去去去 我笑骂道 少在这里拍马屁 你再成爷成爷地叫 你这杯满月酒 我可是不喝了 龙少爷说 不喝 不喝酒 你能走掉吗 诺 老朋友都在那边坐着呢 龙少爷拉着我走向一张桌子 黄眼一看 好飞机 卷毛全都在 两人都有女伴 好飞机身边的那个女人 还是当年那个小太妹 没想到 这两人居然在一起这么多年 难得的真爱 卷毛旁边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女孩 系着围巾 闻闻静静的 大多数女孩戴着眼镜都不好看 但是这个女孩戴着眼镜却有一股书香气息 显得很有气质 王哥也在 开饭店的王哥 我帮他解决老罗的事情以后 他的新饭店也顺利修建起来 所以王哥对我很感激 也很敬重 一看见我 就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我跟大家伙 挨个打了招呼 目光最后停留在一个女人身上 那个女人安静地坐在角落里 打扮的并不是雍容华贵 但是很得体 失了淡妆 气质动人 只是眉宇间 始终带着一丝忧怨和哀伤 那模样让人看了会感觉莫名的心疼 当我看向那个女人的时候 那个女人正好也抬头看我 四目相对的瞬间 我的心 没来由 狠狠颤抖了一下 就连站在我身旁的谢一鸣 都感觉到了 谢一鸣诧意地问我 师父 你在抖什么 龙少爷搂着谢一鸣的肩膀 笑嘻嘻地对谢一鸣说 老情人相见 多少都有些紧张 更何况还是初恋 谢一鸣哦了一声 恍然道 原来他就是我师父的初恋啊 是啊 张雨昕 以前读书时候 我们的斑花 哦 不 小花 真花 龙少爷大啦啦地说 谢一鸣点头 确实很漂亮啊 真羡慕师父 他的身边总是有那么多美女环绕 可是你师父却不懂得珍惜 龙少爷这话 故意说得有点大声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我看着张雨昕 张雨昕也看着我 上次我见到张雨昕的时候 还是十年以前 那时候的他 才二十出头 正是人生中最美丽的时刻 如今再见 他已三十不惑 但他还是那样美丽 岁月从不败美人 三十岁的张雨昕 模样跟二十岁没什么区别 唯一不同的是 眉宇间有了一些忧郁和沧桑 刹那间 过往的那些画面 犹如倒带般 从我脑海里飞快闪过 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张雨昕的画面 她出现在教室门口 面容冷傲 气质出众 犹如女神下凡 那时候的我 坐在教室角落里 痴痴看着她 从不敢奢望 有一天 竟然会跟面前这个女神纠葛一生 我想起了 一起出去野游的时候 在仙女湖碰上千年狐妖 张雨昕把她的护身观音 带在我的脖子上 成为我一生最刻骨铭心的纪念物 我想起了张雨昕惹上鬼胎 我帮她驱鬼 和她躺在一个被窝里 少男少女只差一点点 就越过了最后的鸿沟 往后的日子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 如果当时 我们真的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以后整个人生的走向都会不一样 我想起了张雨昕结婚的时候 成为别人的新娘 我以为这段年少的感情 从此便放下了 埋葬心底最深处 让她慢慢凋零 我的耳畔仿佛想起了歌声 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 从起点到结束再见 你拥有的渐渐是伤痕 在回望来路的时候 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 彼此寒暄并抱以微笑 我们相互拥抱挥手道别 转过身后 以泪流满面 至少有十年 我不曾流泪 至少有十首歌丢安慰 可现在 我会莫名的兴奋 当我想你的时候 不知为何 张雨昕的模样 在我的眼前变得模糊起来 我的眼睛里 好像升起了明蒙的水雾 看什么都看不清楚 唉 傻站着做什么呢 快坐下 快坐下 马上开饭了 龙少爷把我拉到张雨昕身边 张雨昕身边有一个空位 应该是龙少爷专门给我留下的 龙少爷将我安在空位上 挨着张雨昕坐下 谢一鸣闷闷地问 龙少爷 我呢 我坐哪里 龙少爷指着对面说 坐对面去 待会儿我陪你喝酒 这十年来 我的心境早就修炼得波澜不惊 即使碰上白长生那样的老鬼 我也一点都不会紧张 但是此时此刻 不知道为什么 我坐在张雨昕旁边 一颗心竟然砰砰砰狂跳不已 仿佛随时都可能从胸膛里飞出来 好飞机说 诚哥 老同学相见 你没什么要说的吗 我知道 好飞机这话是在暗示我 让我和张雨昕说话 我抿了抿嘴唇 突然不知道该怎样开口 倒是张雨昕先说话了 她的声音很轻 竟比年轻时候还要温柔 但是那温柔里面仿佛有一种经历伤痛之后的空灵 她问 你还好吗 张雨昕没有叫我的名字 倒不是她不礼貌 也不是她不尊重我 而是她跟我太熟悉了 如果我们在对话之前 称呼对方的名字 反而显得相当生分 第1125章 满月酒 下 我 挺好的 挺好的 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我一个在江湖上摸爬打滚这么多年的人 此时在张雨昕面前说话 居然变得结巴了 你呢 你过得好吗 我觉得自己问得挺废话的 而且问出来 我就有些后悔 因为上次听龙少爷说过 张雨昕都离了婚 一个人生活 日子不太好 我还问人家过得好吗 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果不其然 我问出这句话以后 张雨昕的脸色 情不自禁地变了变 张雨昕捏如了一下 嗯 一般吧 也就那样 说这话的时候 张雨昕伸手撩了一下头发 仿佛在掩饰自己内心的尴尬和慌张 身体还健康吧 我又问了句莫名其妙的话 问出这句话 自己都想扇自己两耳光 什么身体还健康 咱们说七老八十了吗 问别人身体好不好 我问出这句话 自己都忍不住想笑 而坐在对面的龙少爷和好飞机他们 哪里忍得住 尤其是好飞机 嘴里正喝着茶呢 扑吃一声 笑得连茶水都喷了出来 龙少爷竖起大拇指 你们的对话 真是经典啊 张雨昕也被我逗乐了 都忍不住眼嘴吃笑起来 听说你消失了十年 你这十年去哪里了 张雨昕问我 去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大山深处 大山深处 修道 我说 卷毛说 诚哥 你是不是闭关修炼 跟社会拖了鬼 导致语言能力都退化了 我记得 你以前很会说话的 现在怎么 得了吧 就跟你都会说话似的 卷毛旁边的眼镜妹 冷不定对了卷毛一句 卷毛居然不着脑 反而像舔狗一样 笑嘻嘻地对眼镜妹说 是是是 我这语言能力 哪比得上 你这个语文老师呢 是吧 你可是专门搞文字工作的 我就一大老粗 卷毛这样一说 我这才知道 原来卷毛的女朋友 是个语文老师 怪不得看上去 挺有文学气质的 没想到卷毛这样的大老粗 居然还能找个老师当女朋友 实在是让我有些意外 不过 我也挺为卷毛高兴的 三十岁的男人了 是应该成家立业了 这个眼镜妹看上去 也就二十来岁 年纪并不大 应该比卷毛小好几岁 也不知道 卷毛是怎样 把人家骗到手的 不过看这样子 卷毛还是很宠爱 这个小女友的 来来来 上菜了 把酒满上 诚哥现在是有点紧张 等下两杯酒下肚 语言自然就出来了 龙少爷拎起一瓶 高档白酒 让王哥帮忙打开 然后他让我们先吃 他去其他桌敬酒 招呼一下客人 回头再来找我们喝酒 山珍海味 络绎不绝地端上来 热气腾腾 肉香四溢 鞭炮声响起 将气氛推向高潮 赶走了深冬的寒冷 上百桌宾客 围坐在一起 人声鼎沸 相当热闹 龙少爷大摇大摆 走到中央 拿着话筒 为了几声 现场立马安静下来 龙少爷一副老板的姿态 讲了很多场面话 感谢亲朋好友光临啊 感谢乡里相亲捧场啊 来参加他儿子的满月酒 大家今天随便吃随便喝 一定要吃好喝好 马上要过年了 顺便大家一起团个年 来 今天高兴 这杯酒 是我竟在做各位朋友的 干了 龙少爷一仰头 一口干掉杯中白酒 周围立马响起热烈的掌声 席开一百桌 龙少爷可不敢每桌去敬酒 举杯给大家敬了一个 然后敬了几桌比较重要的客人 便跑回来坐下 龙少爷吃了两口热菜 对我们说 今天我哪都不去 就坐在这里 咱们搁几个 好好喝两杯 王哥笑着说 没问题 今天为了参加你的满月酒 我饭店都关门休息一天 我必须得喝够本 要不然血亏啊 龙少爷拎着白酒 亲自给大家倒酒 我没想到 身旁的张雨昕 居然主动递出杯子 给我也来一杯吧 哟 今天咱们的斑花都要喝酒了 龙少爷有些意外 张雨昕淡淡笑了笑 哎呀 今天高兴吗 老朋友 老同学 高兴 我扭头看了一眼张雨昕 她嘴上虽然说着高兴 但我感觉她的心里 其实并不高兴 卷毛的女朋友不喝酒 龙少爷就在卷毛面前 摆上了两个酒杯 让卷毛帮她女朋友带喝 等于卷毛一个人要喝两个人的分量 卷毛揉了揉脸颊 对龙少爷说 老板 你这是存心要整死我呀 龙少爷笑了笑 你的酒量 我放心 然后龙少爷又给好飞机的女朋友倒酒 好飞机倒是很自觉 拿起两个杯子 放在自己面前 龙少爷皱眉道 咋的 我记得他要喝酒的吧 好飞机嘿嘿笑了笑 现在不能喝 为啥不能喝 龙少爷问 好飞机看了他的女朋友一眼 满眼的柔情蜜意 有了 有了 龙少爷微微一震 随即反应过来 好家伙 怀上了 好飞机挺了挺胸口 得意洋洋地说 那当然 我可是神枪手 百发百中 去你的 小女友娇称地看了好飞机一眼 轻轻掐了好飞机一把 我看见好飞机这小两口 就想起了以前在网吧的时候 这两人在网吧狭小的休息室里翻云覆雨 那时候 我们都叫他女朋友是小太妹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居然变成了温柔婉约的女子 一点太妹的气息都没有了 卷毛笑骂道 得了吧 你俩在一起那么多年 炮都打烂了 也没有怀上 我们一直都以为你有问题呢 以前当网管的时候 成天看小电影 肯定伤了身体 好飞机说 去你大爷的 你才有问题 我身体棒着呢 龙少爷耸了耸肩膀 开着婚玩笑 哎 好飞机 不要强崩吗 有些事情自己搞不定 可以请兄弟们帮忙吗 好飞机摆摆手道 不用不用 我能搞定 不劳烦兄弟们了 龙少爷拍了拍 好飞机的肩膀 既然怀上了 就早点把婚事给办了 别老是拖着人家 人家从十几岁 跟着你到现在 你也应该给人家 一个名分了 好飞机摸了摸脑袋 搂着小太妹的肩膀说 办 开年就办 到时候 咱们一家三口 一起举行婚礼 第一千一百十六章 政治联姻 来 不说了 为咱们这么多年的 友谊干杯 龙少爷给大家 蒸上酒以后 又给自己倒上一杯 然后举起酒杯 我们都站了起来 一起碰杯 所有的情意 都融化在这酒杯里面 这第一杯我干了 你们随意哈 龙少爷一仰头 居然把一整杯白酒 吞了下去 我喝了一半 正准备放下杯子 扭头看见张雨昕 她竟然也把 一整杯白酒给干了 在我的印象中 张雨昕以前 是不会喝酒的人 现在的酒量 怎么这么猛 我们一桌大男人 全都愣愣地 看着张雨昕 都被张雨昕 一口干的气质 给震住了 张雨昕放下酒杯 一脸平静地说 全都看着我做什么 女人不能喝酒吗 能 能 当然能 龙少爷笑着说 张雨昕点点头 对龙少爷扬了扬下巴 是一龙少爷 重新给她满上 龙少爷对张雨昕 竖起大拇指 夸赞道 女中豪杰呀 张雨昕坐回味之上 我看她的脸颊 微微有些发红 情绪也并不是很好 这样喝下去 肯定会醉的 于是我关心地对她说 慢点喝 这样喝酒 很容易醉的 张雨昕奄然一笑 扭头看着我 你是在关心我吗 我僵硬地笑了笑 不知该怎样回答 就在这时候 一个衣着华贵的年轻妇人走了过来 好飞机和卷毛都称呼她嫂子 龙少爷拉着那个年轻妇人 跟我们介绍 承哥 这是我媳妇 沈杰 你应该是头一次见到吧 媳妇 这位就是承哥 我经常跟你提起的 当年如果不是承哥出手帮我渡过难关 我的眉窑可能早就关门了 承哥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再生父母啊 我笑了笑 对沈杰说 少听她胡说八道 沈杰长得并不算很漂亮 有点矮 有点微胖 圆滚滚的 最大的优点就是 皮肤很白 刚看见沈杰的第一眼 我其实心里是有些讶异的 在我的想象中 龙少爷的媳妇 肯定是那种身材火辣 打扮性感的女人 因为龙少爷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而且 作为镇上的首富 找个人间游物 应该没什么难度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 龙少爷找的媳妇 颜值身材竟然都不在线 这倒是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以龙少爷的条件 不应该啊 这沈杰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能够把游戏花丛的龙少爷给征服了呢 王哥对龙少爷说 龙少爷 酒都喝了半天 怎么还不见 你家小少爷出来呢 满月酒有个习俗 通常主人家会把自己的孩子抱出来 亮个像 给宾客们看看 或者给一些得高望重的长辈摸一摸 抱一抱 这样能够沾染一些喜气 龙少爷的儿子 叫做龙麒麟 虽然门口挂着他儿子的巨型海报 但我也想看一看真人 是什么样的人中龙凤 才敢取龙麒麟这个名字 龙少爷打了个酒鸽 回头让他媳妇把孩子抱出来 沈杰说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麒麟又睡着了 没法抱喘 龙少爷皱了皱眉头 什么 又睡着了 这不是刚醒吗 沈杰说 我也不知道啊 感觉他最近的瞌睡特别多 龙少爷说 这臭小子 也不知道像谁呢 那么多懒瞌睡 真是气死人了 王哥文言 赶紧对龙少爷说 没事没事 小孩子瞌睡多很正常吗 这才刚满月 每天睡二十个钟头都不多 老人们常说 要想小孩长得好 小孩一定要睡得好 龙少爷挥挥手 得了得了 睡着了就算了 你去招呼其他客人吧 我陪兄弟们 好好喝两杯 沈杰说 我爸和他的几个老哥们都来了 你也不过去陪他们喝两杯 注册新公司的事情 到时候 还得请人家礼局帮忙呢 龙少爷撇撇嘴 显得有些不太情愿 但还是乖乖站了起来 冲我们歉意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啊 我去去就来 你们先喝 等着我啊 看着龙少爷离开的背影 我忍不住说道 龙少爷什么时候 变得这般听话了 这还是我认识的龙少爷吗 以前我一直认为 天底下没有哪个女人 能够管得了她 没想到她被沈兵收拾得 服服帖帖啊 有时候 缘分这东西 就是很奇妙 世界上的人千千万万 两个人能在人海中相遇 还能走在一起 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即使两个人在一起 也不见得就一定合拍 有的女人 对一个男人付出所有 也不一定能够博得 男人的欢心 而有的女人 对一个男人爱理不理 甚至凶巴巴的 居然还能让男人像舔狗一样围着她 有的女人长得貌若天仙 但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男人的爱 有的女人 姿色平庸 却能得到男人的青睐 很多东西 真的说不清楚 张雨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长得那么漂亮 最后婚姻反而不幸福 她的老公居然舍得丢弃这样一个美貌如花的妻子 再看沈杰 姿色平平 却能找到龙少爷 还能把龙少爷训得服服贴贴 真是令人想不通 卷毛压低声音对我说 诚哥 你闭关修炼了十年 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 龙少爷跟沈杰 算是政治联姻 龙少爷家里是做生意的 沈杰他爸是县里当官的 龙少爷的生意越做越上道 背后自然离不开沈家的帮助 所以他对沈杰自然是唯命是从罗 眼睛妹拽了拽卷毛的衣服 你咋就那么八卦呢 卷毛说 我说的都是事实嘛 大家都是兄弟 没什么好隐瞒的 我呕了一声 原来如此 如果不是政治联姻 龙少爷肯定是不会选择沈杰当老婆的 从小到大 龙少爷给我的印象 都是放荡不羁 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时间终究还是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 就连龙少爷也改变了 放荡不羁的龙少爷 居然向现实低了头 为了生意 为了更大的利益 他用自己的婚姻 作为交易的筹码 我不知道龙少爷是不是真的爱沈杰 也不知道龙少爷对沈杰 到底有多少感情 更不知道龙少爷过得是不是真的快乐幸福 不管怎样 这条路 这桩婚姻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突然觉得 成年人的生活真的好累 每个人都在强装欢笑 也许在笑脸的背后 是一张泪流满面的脸 第1127章 至极酒 酒局通常分三种 第一种 毒瘾 高兴或悲伤 自己毒瘾 这种通常喝不了多少 高兴不说 如果是悲伤 那就是酒入愁长愁更愁 极容易把自己喝醉 喝吐 第2种 应酬 这种酒局是最难受的 自己本身不想喝 却为了面子 为了利益 不得不硬着头皮喝 尤其是一边喝酒 一边强装欢笑 说着一些自己都感觉恶心的话 第3种 知己 正所谓 酒逢之几千杯少 在酒局里面 跟知己喝酒的方式 是最舒服的 不拼酒 不比面子 大家说的都是掏心窝的话 真情实感 全都融在酒里 这样的酒局 会让人忍不住一直喝下去 喝一千杯 都不会有醉意 今天 龙少爷的 这顿满月酒 很显然就是第三种知己酒 我们这一桌的人 相互间都有十几年的感情 而且 这种感情是学生时代培养的 不掺杂任何一点点其他因素 是最纯粹的 所以我们坐在一起 总有聊不完的天 讲不完的笑话 甚至一个黄段子 我们都能开怀大笑 而杯里的酒 也在笑声中 一点一点吞进肚子里 我们从中午一直喝到傍晚 居然都没有结束 而且也没有人喝醉 虽然每个人都进入了微醺状态 但每个人依然精神抖擞 准备继续晚上的战斗 龙少爷让我们不用下桌 继续喝下去 很快晚饭就该上菜了 我们从中午饭喝到了晚饭 满地的酒瓶 也是相当牛逼了 我扭头看了一眼张雨昕 她的酒量超乎了我的想象 我问张雨昕还好吧 张雨昕突然说 陪我出去走走吧 坐了一下午 闷得慌 我还没有开口说话呢 龙少爷他们 便帮我一口答应下来 去吧去吧 你们可以单独在外面 吃了晚饭再回来 当然 你们不回来也行 谢一鸣也冲我挥手道 师父 你安心地走吧 安心地走 你大爷的 这是在诅咒我吗 大家伙都在起哄 我笑了笑 自然也没有拒绝 我站起来 张雨昕也跟着站起来 但是站起来以后 张雨昕明显摇晃了一下 喝醉了 我问 张雨昕摇摇头 伸手抓住我的胳膊 这才没有摔倒 好飞机拿起筷子 在后面戳了戳我的屁股 对我说 诚哥 快扶着人家呀 寒冬腊月的 摔着了怎么办 我伸手扶着张雨昕的腰 张雨昕顺势挽住了我的胳膊 这一刹那 我平静的心 还是没来由抖了一抖 我和张雨昕 结伴走出龙少爷的家门口 今天的天气不错 难得的冬日暖阳 我们走出门口的时候 落日的余晖 刚好落在我们的脸上 暖洋洋的 冬天的落日 跟夏天的落日 有着明显的区别 夏天的落日 来得炽热猛烈 而冬天的落日 却带着淡淡的一丝 苍凉和落寞 萧瑟的晚风轻轻吹过 吹走了不少酒意 让我清醒了许多 我自认为 我的酒量还是不错的 再加上这些年修道 其实酒精这种东西 根本伤不了我 如果我运气内力的话 能够坐在这里 喝上三天三夜 都不会醉 刚才大家伙在一起 可能还有些话题 现在突然剩下 我和张雨昕两个人 我一时间竟找不到 应该聊些什么 我念如半天 才从嘴巴里挤出一句话 今天的天气不错呀 刚说完这话 就听身旁的张雨昕 传来呕的一声 然后张雨昕捂着嘴巴 跑到路边 弯腰呕吐起来 我正了正 一脸猛逼 不是吧 我这话很醉人吗 居然把张雨昕给弄吐了 我看路边 不远处有个小超市 赶紧走进去 买了包纸巾 买了瓶矿泉水 走出来的时候 看见张雨昕已经吐完了 面色潮红 浑身乏力的摊坐在路边上 给 先喝口水 束束口 然后用纸巾擦擦脸 我拧开矿泉水瓶带 递给张雨昕 张雨昕说了声谢谢 面露难受之色 我看她吐得厉害 眼泪鼻涕都出来了 我叹了口气 主动打开纸巾 帮她擦拭着脸庞 一边擦一边说 干嘛喝那么多酒 你今天的酒量太让我震惊了 我就担心你喝醉 没想到你真的醉了 我也不想喝那么多酒 只是 今天朋友相聚 高兴吗 张雨昕的笑容非常勉强 她虽然在笑 但是她的眼角 却溢出了泪花 我皱起眉头 用纸巾替张雨昕擦掉眼角的泪花 你真的是高兴吗 张雨昕说 我当然高兴 好久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放松过了 张雨昕越是这样说 我的心里越是难受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柔声安慰道 这里没有别人 如果你难受的话 你就说出来吧 没人笑话你 张雨昕抬头看着我 撇撇嘴 嘴角微微上扬 我以为她想笑 结果她却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这一声哇十分清脆 就像是婴孩的啼哭 一下子将心中的委屈和难过 一股脑的释放出来 久经会放大人的情绪 张雨昕这一哭 眼泪灯时就像绝地的洪水 疯狂奔泻 也不知道张雨昕强忍了多久的委屈和痛苦 才会酿造出这么多的眼泪 张雨昕扑在我的怀里 把头身埋在我的胸口 也许 我的胸口对她来说 是她值得信赖的港湾 所以 她只有在我的怀里 才敢流露出自己最真实的心情 张雨昕哭得撕心裂肺 泪水把我的胸口都给浸湿透了 来来往往的人 都像我们投来一样的目光 张雨昕哭得这么带劲 我也不敢动 两只手也不敢抱着她 僵硬地举在空中 局面相当尴尬 有好事的大妈大爷 看见这一幕 纷纷围拢上来 然后对我进行了讨伐 小伙子 这大冷天的 有什么事 回家好好说吗 就是 让人家一个大姑娘 在外面哭得天昏地暗 你个大老爷们 也不觉得脸上扫得慌吗 这么漂亮的姑娘 你硬是把人家伤成这样 你得多狠心呀 是啊 姑娘 别哭了 要不你跟大妈回家吧 大妈的儿子不错 公务员 还单着呢 给你介绍认识认识 我感觉继续待在这里 会被那些大妈大爷的口水给淹死 于是我咬咬牙 一个公主抱 将张雨昕拦腰抱了起来 然后大踏步冲出人群 第1128章 物是人非 我抱着张雨昕 一口气走出数百米 张雨昕反手勾着我的脖子 勾得紧紧的 终于走到一处人烟稀少的地方 我正准备把张雨昕放下来 张雨昕突然对我说 送我回家 回家 以前张雨昕也是住在镇上的 他爸是当官的 家里是那种自己修建的小洋楼 很漂亮 我去过一次 有些印象 我抱着张雨昕 走街串巷 一路引来不少路人的目光 来到张雨昕的家门口 那座小洋楼还在 但是已经满目窗移 墙壁上长满爬山虎 窗户上覆盖着厚厚的灰尘 大门口 还有一张已经褪色的风条 我这才想起 张雨昕他爸 自从出世以后 他们的家业就被查封了 张雨昕后来嫁到了县城 这些年也没有回来过 张雨昕拍了拍我的脖子 让我把他放下来 然后张雨昕一步一步 缓缓走到大门口 张雨昕紧咬着嘴唇 双拳紧握 一直在发抖 看得出来 他很激动 物是人非 这里装载着张雨昕 最美好最快乐的童年 然而张雨昕 却再也没法回到这里 对于张雨昕来说 曾经的快乐和幸福 都变成他最痛的回忆 这个家 陌生而又熟悉 就像是他心底深处的一道疤 此时面对这条就伤疤 张雨昕心底的伤口又裂开了 疼得他流下了眼泪 张雨昕背对着我 我能看见他的肩膀在抖动 刚开始只是轻微地抖动 到后来 却越抖越厉害 哭泣声也越来越大 最后 张雨昕双手无脸 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我正打算上去安慰他 张雨昕突然站了起来 发疯般地撕扯着大门上的封条 擅自撕封条 肯定是违法的行为 但是张雨昕情绪激动 根本顾不了那么多 他的手指在铁门上拼命撕扯 指甲都断了 鲜血从指尖流出来 又涂抹在了门上 张雨昕仿佛不知疼痛 在大门上流下斑驳的血迹 他这副模样 真是让人心疼 我咬咬牙 快步走上去 抱住张雨昕 将他提到旁边 张雨昕冲我嘶吼道 不要拦着我 其实我并没有拦着他 我把他抱到边上以后 便挽起袖子 帮他撕扯大门上的封条 张雨昕诧异地看着我 杨诚 我头也不回地说 你手都流血了 剩下的我来撕吧 张雨昕眼角含泪 冲上来阻拦我说 杨诚 你不要撕 撕封条是犯法的 没事 犯了法 我和你一起扛 我笑了笑 将最后一点封条撕下 然后扔在地上 双手按在大门上 用力一推 大门支压支压打开 我对张雨昕扬了阳下巴 走啊 还愣着做什么 张雨昕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 一个箭步跨进来 转身关上了大门 落日的余晖洒满庭院 张雨昕眼神迷离 正正地看着院子里的一草一木 陷入了回忆 庭院里的草木 因为无人打理修建 早已变成了残花败流 枯枝满地 有老鼠在墙角奔跑 这里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乐园 树上挂着蜘蛛网 一只灰色的大蜘蛛 在网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屋檐下的蝙蝠 冷冷打量着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 人生最难过的事情 莫过于你所熟悉的人和事 变得陌生 走向陌路 我没有打扰张雨昕 就让她独自一人沉浸在回忆里 她时而嘴角上扬 仿佛想起了什么快乐的往事 时而掩面哭泣 又像是想起了不开心的曾经 在庭院里 静静站立了差不多半个钟头 张雨昕走进洋楼 一直走到二楼卧室 推开卧室房门 卧室里的摆设都没有变 当卧室门打开的时候 我站在门口 仿佛也穿越了时光 回到了十多年前 我看见卧室的床上 躺着一个十多岁的少年 那是我十多岁时候的模样 少年旁边 还躺着少女时代的张雨昕 两个孩子在床上 嘻嘻哈哈地打闹 欢笑声传入我的耳朵 往事历历在目 我的心里 竟也泛起了一丝 莫可名状的酸楚和难过 张雨昕指着卧室的那张床 对我说 杨诚 你还记得吗 你曾经在这张床上睡过觉呢 我笑了笑 记得 张雨昕擦了擦脸上的泪痕 嘴角挤出一丝笑容 你说 当时我俩要是发生了什么 后面的人生 是不是全都变了 我的心微微一阵刺痛 这句话 从张雨昕的嘴里说出来 充满了浓浓的忧伤和无奈 我抿了抿嘴唇 色声说道 也许吧 张雨昕叹了口气 走到窗户边上 推开窗户 夕阳的余晖斜照进来 给卧室 披上了一层神秘浪漫的色彩 张雨昕站在窗台边上 伸展双臂 微闭着眼睛 可惜啊 时光不可以重来 我还真希望 时光可以重来 这样就能弥补很多遗憾了 我走到张雨昕身后 眯眼看着摇摇欲坠的夕阳 悠悠说道 人生 本就是由一个又一个遗憾组成的 对了 你爸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应该早就出狱了吧 我问张雨昕 张雨昕摇了摇头 赶上的说 早过世了 还没等到出狱呢 在监狱里突发心肌梗塞 过世了 我皱了皱眉头 赶紧对张雨昕说道 对不起 张雨昕笑了笑 故作坚强的说 没什么的 都过去很多年了 我爸走了没有两年 我妈也跟着走了 郁郁而终 我看着张雨昕 突然感觉莫名的心酸 以前张雨昕是我们班上最幸福的孩子 人长得又漂亮 家庭条件又好 没想到 现在她的命运 竟然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父母双亡 自己也离了婚 孤苦伶仃的 她的世界只剩下她自己 我心头一软 伸手揽住张雨昕的肩膀 柔声说道 没事的 没事的 还有我呢 我还在你身后 夕阳西沉 天色渐浓 天边只剩下最后一抹残阳 给这座小镇 涂抹上神秘的色彩 幽暗的光影中 只听张雨昕轻轻念叨 一生至少该有一次 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 不求有结果 不求同行 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 遇到你 第1129章 再续前缘 一生至少该有一次 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 不求有结果 不求同行 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 遇到你 这句话好熟悉 我记得 当年得知张雨昕要结婚的时候 我在书上看过这句话 没想到今时今日 张雨昕却又对我讲出了这句话 我的心狠狠一颤 千姿百味涌上心头 让我一下子模糊了双眼 张雨昕突然转过头来 问我 杨成 你说咱俩 还能再续前缘吗 再续前缘 这四个字说出来简单 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 我不是没想过 和张雨昕再续前缘 只是我很清楚 我和张雨昕 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张雨昕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她只适合找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 我每天都在跟妖魔鬼怪打交道 张雨昕跟着我 只会害了她 张雨昕突然问出这句话 让我猝不及防 一时之间不知道怎样回答 答应她吧 那是在害她 不答应她吧 那是在她的伤口上撒盐 就在我两头为难的时候 张雨昕却扑斥一下笑了 当然 我看得出来 她并不是真正的笑 她的笑容里带着无奈和惨然 她努力保持着笑容 对我说 看你好紧张的样子 傻子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别往心里去 开个玩笑 张雨昕真的只是开玩笑吗 不 我很清楚 她不是开玩笑 她说出开玩笑这几个字 其实是在为自己找台阶下 我明知如此 却又不能戳穿她 我心里的滋味也不好过 最后一抹残阳 渐渐消失在天界 张雨昕关上窗户 悠悠对我说 回去吧 时间不早了 让大家误会了可不好 我的心里一阵酸楚 但嘴上又什么都不能说 只好点点头 卧室里没有开灯 黑咕隆咚的 在我快要走出卧室门的时候 张雨昕突然从后面伸出双手 环抱住了我的腰 张雨昕的这个举动 给我极大的冲击 俗话说 人非草木 岂能无情 更何况 我对张雨昕并非没有感情 尤其是看她伤心难过的样子 我可能比她还要伤心难过 黑暗中 张雨昕紧紧贴在我的后背上 她的呼吸很急促 一阵阵热烈的气息 喷在我的背上 让我浑身上下 如炭火般燃烧起来 我转过身 张开双臂 将张雨昕拥在怀里 我俩就这样紧紧抱在一起 黑暗幽静的房间里 能够听见彼此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但是 我们的拥抱很纯粹 虽然我们紧紧抱在一起 但是脑子里却没有任何其他念头 我和张雨昕 就像两尊石化的雕像 静静地站在黑暗中 仿佛要和天地同化 也不知道 这样抱在一起多久 张雨昕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突如其来的手机铃声 一下子打破了 这种浪漫的氛围 我和张雨昕 仿佛如梦惊醒 两人恋恋不舍地松开手 张雨昕摸出手机看了看 对我说 是娟子 娟子也是我们的同学 小时候长得不太好看 但是女大十八变 后来还长得小有姿色 张雨昕读书时候 没什么朋友 漂亮的女孩都遭人嫉妒 娟子算是她唯一的朋友 这么多年走下来 也只有娟子是她的朋友 张雨昕接起电话 嗯 是 好 我很快就回来 挂断电话 张雨昕对我说 娟子来了 说很长时间没有看见我了 叫我回去聚一聚 我点点头 双手插在衣兜里 那 咱们回去吧 张雨昕点点头 突然点起脚尖 在我的额头上 轻轻落了一吻 她的吻有些冰冰凉凉的 当她落下这一吻的时候 一颗眼泪也随之落了下来 如同一朵晶莹的花 在我的脑门中央 悠悠绽放 我和张雨昕离开了小洋楼 临出门的时候 张雨昕借着昏黄的路灯光 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 关上大门 将所有小时候的记忆 全部锁在了这座庭院里 让记忆像落叶一样 缓缓飘落 酒醒点了吗 我问张雨昕 张雨昕笑了笑 扶了扶脸上的长发 谢谢你 好多了 等会儿回去 就不要再喝酒了 我劝味道 张雨昕笑着问我 干嘛 你是我谁啊 干嘛管我 我 我摇了摇头 不知该怎么回答 只好找了个借口 转一话茬 我俩就这样 有一搭没一搭地一路聊着 回到了龙少爷家里 龙少爷家里依然热闹 门口的院坝里面 摆着好几十张桌子 中午席开一百桌 晚上虽然走了一半的人 但剩下一半都是五十桌 同样人生顶沸 彩灯亮了起来 大红灯笼也挂了起来 肉香混合着酒香 在夜风中悠悠飘荡 雨昕 张雨昕 一个女人在招呼张雨昕 我们寻声望去 就看见一个面容娇好 身材娇好 衣着也娇好的美丽少妇 娟子 张雨昕高兴地跑了过去 和娟子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微微有些讶异 没想到面前这个综合分数 这么高的女人 居然是娟子 上一次见到娟子 还是在张雨昕的婚礼上 那时候的娟子 就已经女大十八变了 变成了一个小美人 当时龙少爷看着娟子 还有些心痒痒的 只可惜 当时娟子已经生了孩子了 要不然 龙少爷肯定还有很多想法 弹指一挥 十年过去 没想到娟子越长越有味道 无论是穿着打扮 还是举手投足 都流露出成熟女人的风韵 这种三十上下的美丽少妇 就像是熟透了的红苹果 正是香味诱人的时候 十几岁的女人像颗青苹果 酸酸甜甜的 一口咬下去 满嘴都是清香 二十出头的女人 慢慢变成了一个红苹果 白里透红 既有着少女的韵味 又带着女人的芬芳 而三十岁的女人 就是一颗红富士 由内而外都是红的 让人垂涎欲滴 杨成 好久不见 娟子走过来 和我礼貌性地拥抱了一下 龙少爷正好提着白酒走过来 看见这一幕 一脸酸溜溜地说 娟子 刚才你怎么没有跟我拥抱呢 娟子笑骂道 呸 跟你拥抱 我可不敢 我怕你老婆打死我 第一千一百三十张 试睡怪音 说 曹操曹操道 娟子话音刚落 龙少爷的老婆沈杰 便出现在他的身后 龙少爷问沈杰 我不是让你把儿子抱出来 给大家火 还有家里的长辈看看吗 还在睡呢 沈杰有些无奈地说 还在睡 早上睡到现在 这哪是麒麟啊 这是猪吧 龙少爷一脸无语 你才是猪呢 沈杰瞪了龙少爷一眼 他的儿子要是猪的话 那他岂不就是母猪了 这都睡了一整天了 把他叫醒吃点东西吧 龙少爷对沈杰说 沈杰说 叫都叫不行 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瞌睡 我再看看吧 沈杰转身走进里屋 龙少爷招呼我们 坐下喝酒 我的目光扫了一圈 却没有看见谢一鸣的身影 我问龙少爷 我徒弟呢 你们不会把他弄丢了吧 龙少爷指了指桌子下面 不知道睡醒没有 龙少爷话音刚落 一只手就从桌子下面伸出来 把娟子和张雨昕 吓了一大跳 娟子捂着胸口 心有余悸地说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诈尸了呢 谢一鸣从桌子下面爬了出来 师父 你回来了 我皱了皱眉头 脸上火辣辣的 这小子 毕竟是我的徒弟 徒弟丢脸 师父也跟着丢脸啊 你这是 干啥呢 我问 谢一鸣黑黑笑了笑 脖子一梗 他们想干掉我 没那么容易 来啊 接着喝 谢一鸣爬起来 抓起酒杯 往龙少爷面前一放 来 满上 我说 喝不动就别喝了 又没人怪你 谢一鸣撇撇嘴 哪能啊 今天我高兴 我一脸无语地看着谢一鸣 你高兴的鸡毛啊 搞得今天就像你儿子满月似的 龙少爷笑了笑 又问张雨昕 还整点步 张雨昕还没说话 我便抢先帮他挡住酒杯 他不喝了 中午已经喝大了 再喝身体受不了 哟 这么关心人家了 龙少爷笑嘻嘻地冲好飞机和卷毛扬了扬下巴 咱们是不是该改口叫嫂子了 张雨昕刷得红了脸颊 并没有生气 对于嫂子这个称呼 他应该是满心欢喜的 娟子对龙少爷几个说道 你几个就喜欢胡说八道 这么多年都没变过 得性 龙少爷对娟子说 你还说呢 让你不要打电话 你非要打电话 你是拆迁办的吧 专门搞拆迁 娟子嘟囔道 哎呀 我又不知道吗 这个 雨昕 杨成 不好意思哈 我白白手道 别听他们的鬼话 我们不回来 我们去哪里 镇上有家情侣酒店 环境还不错 我是会员 我把我的 VIP卡给你们 卷毛一脸耿直地说 张雨昕从龙少爷手里夺过酒瓶 自己倒上一杯 喝酒吧 废话真多 龙少爷嘖嘖说道 女中豪杰呀 我看向张雨昕 关切地问 你 真的还要喝 张雨昕冲我挤了几眼睛 笑着说 放心吧 我不会再喝醉了 白天的酒有些感伤 但是晚上的这顿酒 绝对是开心的酒 开心就好 龙少爷大手一挥 咱们这群人里面 如果有谁过得不开心 就来找我 我 找你做什么 沈杰从后面走过来 脸上虽然笑眯眯的 但是笑容里却带着杀气 龙少爷使劲咽下一口唾沫 话风一转 谁不开心 来找我 我请客 陪他玩到开心为止 这顿酒一直喝到半夜 众人都有些微醺 龙少爷满脸通红 眉飞色舞 端着酒杯高谈阔论 沈杰急匆匆地走了出来 拉着龙少爷说 你别喝了 进去看看 你儿子吧 我儿子怎么了 龙少爷打了个酒隔 沈杰眉头紧皱 我觉得麒麟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啊 哪有这么试睡的小孩 这都睡了一整天了 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找个医生看看吧 看看是不是生病了 小孩虽然试睡 但是也不至于睡一整天 娟子说 龙少爷掏出电话 给镇上卫生院的丁院长打了个电话 让丁院长亲自上门 给龙麒麟检查检查 作为镇上的首富 龙少爷还是很吃得开的 不到半个钟头 丁院长便带着一个助手赶到了 沈杰带着丁院长走进里屋 给龙麒麟做了个详细的检查 但好像并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 丁院长 我儿子有什么问题吗 龙少爷问 丁院长摇摇头 扶了扶眼镜说 各项体征都很正常 检查不出什么问题 但是他这个试睡确实有些古怪 如果你实在不放心的话 可以带去市里 或者省上的儿童医院看一看 送走丁院长 龙少爷走回来 挠了脑脑袋说 哎 这生儿育女的真是麻烦 好飞机一脸坏笑地说 谁叫你光顾着快乐去了呢 龙少爷撇撇嘴道 快乐个屁 我这是旅行公务知道不 都是我爸逼着我生的 那是你爸想抱孙子了呗 娟子说 才不是呢 龙少爷扭头看了看 看见沈杰梅在身边 这才压低声音说道 这个孩子 也是政治联姻的一部分 你们懂了吗 其实 我自己并不想这么早要孩子的 我每天那么忙 还想再奋斗几年 但是 我爸说了 生的孩子 能够加强夫妻感情 更能够加强两家人之间的关系 说到这里 龙少爷端起酒杯 独自喝了杯闷酒 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原来人前风光的龙少爷 人后也并不是想象中那样快乐 看得出来 龙少爷的婚姻 就是一笔交易 他可能并不爱 甚至都不喜欢沈杰 但是为了攀上 沈杰父亲这棵大树 他不惜用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做筹码 真不知道 这样的婚姻 能够维系多久 为了利益 找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每天同床一梦 真的会快乐吗 龙少爷一脸微醺 拍了拍好飞机 又拍了拍卷毛 我这辈子 反正是不相信什么爱情了 你们不要不我后尘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章 人间蒸发 喝到半夜 酒局差不多也就散了 大家都有些微醺 恋恋不舍地相互拥抱道别 龙少爷拍着胸口说 只要大家愿意 以后我可以经常组这样的局 好飞机和卷毛 以及王哥 他们本就住在镇上 娟子虽然嫁去了县城 但老家也在镇上 所以他们各自回家去了 只留下我和谢一鸣 还有张雨昕 张雨昕本来说 他自己包个黑车回县城的 但是我们没有同意 这大半夜的 一个单身女人坐黑车 太危险了 万一黑车司机起了歹意怎么办 龙少爷把我们留了下来 说他家的客房多得很 让我们随便住 架不住龙少爷的热情邀请 我们只有住了下来 龙少爷交给我两把钥匙 笑嘻嘻地说 两间房 一间是你和张雨昕的 一间是你徒弟的 明白 谢一鸣打了个酒格 伸手就来抓钥匙 明白个铲铲 我打开谢一鸣的手 递了把钥匙给张雨昕 你今天喝了不少酒 早点睡 张雨昕咬着嘴唇 轻轻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先走了 看着张雨昕离开的背影 龙少爷暗自摇头 问我道 诚哥 你是咋想的 窦嘴的鸭子都飞走了 你看不出来 张雨昕一直都喜欢你吗 我们给你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 你居然都不珍惜 我叹了口气 兄弟们的好意 我心领了 但是感情这种事情 很复杂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复杂的鸡毛啊 龙少爷叼上一支烟 诚哥 你记着一句话 世上没有后悔药 有些东西一旦错过了 那就是真的错过了 我笑了笑 拍了拍龙少爷的肩膀 我知道 我先去睡了 你今天也累了 早点休息 哎 师父 等等我 谢一鸣屁颠屁颠地追了上来 走进客房 谢一鸣问我 师父 你确定今晚不去隔壁睡吗 我知道谢一鸣的意思 因为张雨昕睡在隔壁 他说隔壁睡 就是让我过去和张雨昕一起睡 我关上门 四仰八叉在床上躺了下来 虽然不说话 但是我已经摆出了姿态 今晚我就睡在这里 哪里都不会去的 谢一鸣说 其实吧 张小姐还真是不错 你放心 你去隔壁睡 我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滚你压的蛋 我抓起枕头 丢在谢一鸣的脸上 然后拉起被子 盖住自己的脑袋 我很困 但不知道为什么 一闭上眼睛 脑子里乱糟糟的 却又睡不着 旁边床上的谢一鸣 很快传来憨声 但我就是 无法进入深层睡眠 这种想睡 又睡不着的感觉 相当难受 许许多多的回忆和画面 就像玻璃碎片 在我的脑海里飞来飞去 切割着我的神经 让我的脑袋 一挖一挖地疼 我看见张雨昕 像女神一样走进教室 我看见张雨昕 泪流满面地 站在庭院中央 我看见张雨昕 在问我 我们还能不能再续前缘 就这样迷迷 呼呼挨到半夜 呼听外面 传来一阵嘈杂声 走廊灯全部亮了起来 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本来就没有睡着 外面一吵闹 我立马就惊醒了 我皱了皱眉头 披上外衣 怀揣着好奇爬起来 龙家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扭头看了一眼谢一鸣 谢一鸣还在沉睡 完全不知外面发生的事情 我也就没有叫醒他 亲手倾脚出了房间 刚刚走出房间 就听见隔壁的房间门开了 张雨昕披着外衣 睡眼惺忪地走出来 张雨昕看见我站在门口 就问我外面 发生了什么事 我拢了拢一领说 我也不知道 刚被吵醒了 起来看看 你怎么也起来了 快进屋子里去吧 外面气温地 当心着凉 张雨昕扶了扶头发 苦笑道 睡不着 这两年经常失眠 今天也是奇怪 喝了那么多酒 明明感觉很困 但就是睡不着 一闭上眼睛 就是稀奇古怪的人和事 在脑子里飞来飞去 我看了张雨昕一眼 没有说话 看样子 张雨昕的症状跟我一样 想睡又睡不着 实在是一种煎熬 就在这时候 我看见龙少爷醉醺醺醺的从房间里跑出来 他的爸妈也紧跟着跑了出来 他的媳妇沈杰一直在哭 闹闹嚷嚷的 好像是出了什么大事 我看情况不太对劲 于是走了出去 问龙少爷发生了什么事情 龙少爷用力搓了搓脸 双眼通红地说 麒麟 麒麟不见了 什么 闻听此言 我都忍不住大吃一惊 龙少爷的儿子居然不见了 这是什么情况 他的儿子不是一直都在房间里吗 怎么会不见了 而且他的儿子才刚刚满月 连翻身都不会 更别说走路了 所以肯定不是自己跑掉的 那会是谁抱走的吗 怎么会不见了 有没有人去过你们房间 我问龙少爷 龙少爷说 我也不知道啊 真是奇了怪了 刚才睡觉的时候 我还看过麒麟 她还在摇篮里睡得很熟呢 沈杰抹着眼泪说 她的摇篮床 就在我们的床边上 我们一睁眼就能看见她 我们睡觉之前 还专门看过她 她还在摇篮里睡得好好的 结果半夜我起床 本想看看她 有没有踢被子 结果 结果就发现 麒麟已经不在摇篮里面了 张雨昕这时候也跟了过来 听沈杰这样说 张雨昕便说 麒麟才刚刚满月 不可能自己离开房间的 是不是有人趁你们睡觉的时候 悄悄摸进你们房间 抱走了孩子 龙少爷抓闹着脑袋说 怎么会呢 家里又没有其他人 只有沈杰的爸妈 还有我的爸妈 四个老人早就睡了 谁会半夜起来抱走孩子 顿了顿 龙少爷又说 还有我们每晚睡觉 卧室房门都是反锁的 只能从里面开门出去 而外面是进不来的 我皱起眉头 这就有些奇怪了 龙少爷的儿子刚刚满月 还不能自己走路 所以孩子不会是自己跑出去的 但是龙少爷家里又没有外人 谁又会来抱走孩子呢 而且按照龙少爷的说法 他们晚上睡觉 是会反锁卧室门的 卧室门只能从里面打开 不能从外面打开 就算有人想进来 那也是进不来的 我摸着下巴 陷入了沉思 龙少爷的儿子 无缘无故在卧室里面 人间蒸发了 第1132章 墙角的手脚印 四个老人气喘吁吁跑回来 他们在院子里找了一圈 都没有发现龙七林的踪影 龙少爷他爸说 大门都是反锁的 没有人进来过 沈杰他爸抱怨道 我早就说过 让你们装监控 要是院子里有监控 我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沈杰他妈说 你现在就别说 这些没用的废话了 龙少爷他妈说 这可真是碰上稀罕事了 麒麟那么小 才刚刚满月 路都不会走 不可能一个人跑掉吧 就算他一个人跑掉了 他也没开大门啊 总不可能是爬墙跑了吧 龙少爷他爸说 屁大个孩子 连摇篮床都爬不出去 怎么可能爬墙 我跟镇上派出所的周所长 关系不错 这样吧 我给周所长打个电话 让他们来帮忙找找 这事儿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当我听到爬墙两个字的时候 忍不住心中一动 独自走向庭院外面的围墙 我绕着围墙走了一圈 最后 在东北方向的墙角有了发现 张雨昕走过来问我 杨诚 你在找什么 我指着墙角 让张雨昕看 你看这里 张雨昕定睛看了看 忍不住失声惊呼 这是 这是 小孩的手脚印 但见围墙的角落里 赫然有一串小孩子的手脚印 从手脚印的印记可以看出 一个小孩 就像壁虎一样 手足并用 贴着墙角爬了出去 围墙前面是花坛 花坛里有泥沙 冬天的夜晚有双路 所以 泥沙湿湿的 小孩从花坛上面爬过去以后 手脚上面便沾上了泥沙 然后爬墙的时候 手脚印便留在了墙上 张雨昕赶紧把龙少爷一家人叫了过来 当他们看见墙脚的手脚印 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这么小的手脚印 肯定是婴孩的手脚印 没有人能够明白 一个刚刚满月的婴孩 他是如何自己爬出了摇篮床 如何自己打开了卧室门 如何穿过庭院 来到墙角 又是如何手脚并用 爬上围墙 离开了龙家 一个成年人 要干这样的事情 都需要强健的体魄 和过硬的身手 要不然 怎么爬得上三米 来高的围墙 一个刚刚满月的婴孩 他是如何爬上围墙的 深夜的寒风就像鞭子 一下又一下 抽打在龙少爷一家人身上 他们一家人站在墙角 看着墙上的手脚印 半嗓都回不过神来 其实 不仅是龙少爷一家人 我的心里 也是惊讶不已 只是我所见过的 诡异事情太多 所以并没有他们 那样大的反应 在他们看来 这一切相当的匪夷所思 不符合常理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而在我看来 既然事情不符合常理 那就是不正常的 我需要用另外一种眼光 来看待这件事情 首先得出的结论是 龙少爷的儿子不正常 第一个不正常的地方 试睡 龙麒麟从早睡到晚 就跟普通孩子不一样了 奇怪的是 等龙少爷他们睡下以后 龙麒麟却醒了 第二个不正常的地方 龙麒麟醒了以后 居然能够独自爬出卧室 爬出庭院 最后爬出围墙 这是一个刚满月的孩子 万万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龙麒麟 为什么能够做出这种 完全不符合年龄的事情呢 我推测 在龙麒麟的背后 有股神秘力量 在操纵着他 邪门 真探娘的邪门 龙少爷久一全醒了 沈杰哭丧着脸说 麒麟莫不是撞了什么邪吧 龙少爷说 从出生到现在 他都没有走出过大门 撞什么险 说完这话 龙少爷自顾自地嘟囔道 妈的 我该不会生了的哪吒吧 我问龙少爷 你仔细想一想 你儿子龙麒麟 从出生到现在 有没有接触过什么奇奇怪怪的人 或者说 家中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龙少爷抓了抓头发 眉头拧成了一个穿子 没有啊 最近的生活波澜不惊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至于奇奇怪怪的人 也没有吧 家里也就我们 还有双方的父母 啊 对了 一定要说见过什么人 就见过一个云游的道士 我跟你说过的 我儿子的名字 就是那个道士给娶的 龙少爷说 沈杰插嘴道 是啊 那天我抱着儿子在门口晒太阳 有个云游的道士经过 他看了看我儿子的面相 又问了他的生辰八字 说他的命不得了 我见他道士有些本事 就请他道士 给我儿子取了个名字 道士 我皱了皱眉头 沈樱片刻 问沈杰道 那道士有没有对麒麟做过什么 没有啊 那道士挺好的 人也很和暗 我给他封了个红包 他也不收 对了 他还送了麒麟一块护身符呢 沈杰说 护身符 我眉头一挑 追问道 什么样的护身符 沈杰比划了一下 就这么大一块木头牌子 说是佛牌之类的 可以保孩子平安 我证了证 随即问道 那块佛牌在什么地方 能不能给我看看 沈杰说 佛牌一直戴在麒麟的脖子上 保平安的吗 那倒是还说过什么 你知道他去了哪里吗 我继续追问道 沈杰说 他去了哪里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 我记得那道士说过 等麒麟满七七四十九天的时候 他会回来看看他 七七四十九天 通常来说 满月并不是指孩子生下来满一个月 而是满四十天 四十天才叫满月 今天龙少爷给他儿子办满月酒 就是四十天 那个道士说 四十九天的时候会回来 也就是说 还有九天 那个云游的道士 会回来看望龙麒麟 龙少爷见我一直在打听那个道士的事情 忍不住问我道 诚哥 你是不是觉得 那个道士有问题 我儿子变得这么不正常 难道是那个道士 在背后做手脚 我面容冷肃地说 不排除这个可能 但现在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也不可能轻易下结论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快找到龙麒麟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章 偷鸡 我们所在的小镇虽然不大 但是要在镇上寻找一个刚满月的孩子 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龙麒麟随便往哪里一躲 或者往哪里一藏 我们可能几天几夜都找不到 四十天大的孩子 还属于是个婴儿 体型很小 不像大人 目标明显 龙少爷的老爸 打电话叫来了镇上派出所的周所长 周所长带来几个值班的民警 连同我们一起 大家在镇上分头寻找 张雨昕跟在我的后面 面露焦急之色 杨诚 你说龙麒麟会跑去哪里 四十天的婴孩 应该跑不远吧 我对张雨昕说 现在的龙麒麟 可不是一个普通婴孩 他都能爬上三米高的围墙溜出去 你怎敢保证他跑不远 张雨昕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龙麒麟不会真的中邪了吧 我说 只有找到龙麒麟 才能解开一些谜团 张雨昕说 这深更半夜的到处黑灯瞎火 龙麒麟要是躲在哪里不出来 我们可能根本找不到太阳城 你那么大的本事 能不能用点法术 帮助找到龙麒麟呀 我点点头说 先找找看吧 如果实在找不到 我就用法术试一试 我和张雨昕走过一个弯角 忽然听见前面一座院子里 传来一个女人的惊呼声 抓贼了 来人啊 快抓贼啊 快要过年了 小偷小摸的事情每天都有发生 这个时间段 是那些盗贼活动最为猖獗的时候 因为他们也想多挣点钱过年 女人的声音很大 在宁静的夜里远远传出去 叫喊声惊动了周围的邻居 好几座房屋里面都亮起了灯 正在附近找人的周所长 也被女人的声音吸引过来 周所长敲开那户人家的门 一个中年女人跑了出来 看见周所长 立马拉着周所长说道 周所长 你来得正好 快进来 帮我抓贼 我家进贼了 周所长跟着那个女人 走进院子 一边走一边问 贼在哪里 女人说 刚才听动静 是在后院的机舍里面 那混蛋 可能正在偷鸡 看见周所长 一个人走进去 我和张雨昕 也跟了进去 周所长说 杨诚啊 你来得正好 你去机舍后面 帮我守住 我从前门进去 如果看见偷鸡贼 你不要把他打伤了 把他制服就行了 周所长知道我的本事 他倒不怕我被贼伤了 而是担心我把贼打伤了 我笑了笑 遵照周所长的吩咐 和张雨昕 一起来到机舍后门 周所长和那个女主人 从前门走了进去 机舍里的电灯炮亮了起来 这户人家的后院 是一座机舍 自己盖的那种机棚 里面整齐的马放着机笼 大概养了几百只鸡 私人养殖 规模也不算很大 就在电灯亮起的一刹那 那个女主人立马尖叫起来 她在那里 我的鸡 然后就听周所长扯着嗓子喊 杨诚 注意 偷鸡贼往后门来了 周所长话音刚落 就听后门传来吱鸦一声响 后门突然开了 一道影子 闪电般窜了出来 我站在门后 原本已经做好了准备 就等着偷鸡贼跑出来的时候 我飞身将他扑倒在地上 可能有张雨昕在身旁的原因 我的肾上腺素一直在飙升 我甚至都已经想好了 以怎样的姿势 飞出去更帅气潇洒 然而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 甚至猝不及防的是 从后门跑出的 竟然是一个婴孩 婴孩很小 幸好我眼间 认出那是一个孩子 恍眼一看 兴许还以为是一条小狗 那个婴孩 穿着大红色棉袄 四肢着地 就像动物一样 以古怪的姿势 在地上飞快爬行 最奇鬼的是 婴孩的嘴里 赫然还叼着一只鸡 那只鸡像是 被婴孩咬破了脖子 已经快要断气了 咕咕叫不出声音 沿途洒落了一地的鸡血墨子 散发出浓浓的血腥味 我就那么一愣神 那个婴孩就从我的脚下跑了过去 等我回头张望的时候 发现那个婴孩已经爬上了围墙 镇上人家的围墙 普遍都有三米高 但见那个婴孩就像一只大壁虎 贴着墙角 四肢并用 蹭蹭蹭 一溜烟就上了围墙 爬上围墙以后 婴孩还回头瞪了我一眼 婴孩的眼神理应是清澈透明 没有任何杂质的 但是这个婴孩看我的眼神里面 却充满了怨毒 眼神后面仿佛藏着尖锐的刀子 让我没来由打了个冷战 紧接着 婴孩跃下围墙 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中 张雨昕嘴巴张德老大 正正地问我 杨诚 刚刚 你看见了吗 好像是个孩子 而且是个婴孩 我补充说道 当我说出婴孩两个字的时候 我和张雨昕突然对视一眼 两人异口同声地喊出一个名字 龙麒麟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龙麒麟真人长什么样子 但是在满月酒会场的时候 门口挂着龙麒麟的海报 当时因为龙麒麟这个名字太过霸气 我还专门盯着海报看了好一会儿 所以对龙麒麟的长相 还是有些印象的 刚才的光线虽然昏暗 而且那个婴孩的爬行速度又很快 但我还是能够肯定 那个叼着死鸡爬墙逃走的婴孩 就是神秘失踪的龙麒麟 话又说回来 除了龙麒麟以外 哪个正常的婴孩会四肢着地飞奔 会半夜三更跑来鸡舍偷鸡 周所长和那个女主人赶了过来 周所长问我 杨成 那个偷鸡贼呢 爬墙跑了 我指着围墙说 周所长微微一正 询问道 那个贼很厉害吗 凭你的能力 你竟然没能抓住他 我还没有回答 张雨昕便抢先说道 周所长 刚刚那个不是偷鸡贼 而是 不是偷鸡贼是什么 我刚刚看了鸡龙 有个鸡龙被打开了 少了一只鸡 而且一地都是鸡血 太可恨了 女主人说 张雨昕咬着嘴唇 对周所长说 是龙麒麟 周所长猛得一惊 是龙家刚满月的孩子 对 就是他 张雨昕点头说道 周所长滴滴一声惊呼 对我们说道 还站着做什么 走啊 快追啊 好不容易发现他了 不能被他跑掉了 周所长掉头就跑 女主人在后面喊 哎 周所长 我的鸡 我摸出一百块 塞在女主人手里 给他说 这一百块 就当是买鸡钱了 然后我拉着张雨昕 跟在周所长后面 跑出了鸡舍 第一千一百三十四张 乌龙 我们一路追到街上 就看见龙麒麟像一只小狗 四肢着地 在前面跑得飞快 昏黄的路灯光下面 龙麒麟的身影 看上去格外的诡异 我不敢贸然施展法术拦截他 龙麒麟太小了 才刚刚满院 万一被我锁伤 我还不好 跟龙少爷交代 追过一个街口 前面走来两个小警察 他们也是出来 帮忙寻找龙麒麟的 周所长立刻 对那两个小警察喊道 喂 拦住他 两个小警察 正了正 看见龙麒麟迎面跑来 两人立马 张开双臂 做好拦截准备 龙麒麟看见前方有人拦截 突然掉头 就想往另外一边跑去 而龙少爷和他老婆沈杰 正好从另外一边赶过来 沈杰看见龙麒麟 灯是撕心裂肺地叫喊起来 龙少爷一脸震惊 我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 他是不是中邪了 我说 不管是不是中邪 先抓住他再说 我们三拨人马 分从三个方向合围上去 龙麒麟已经没有逃跑的路线了 就在这时候 龙麒麟突然快速冲向街角的路灯 在我们惊诧的目光中 龙麒麟就像一只壁虎 盼着路灯庄子 只溜溜飞快地爬了上去 伸手异常灵活 一个刚刚满月的孩子 哪里来得这么大力气 别说是个婴儿 就算是个恐无有力的成年人 要以这么皎洁的伸手 爬上路灯庄子 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龙麒麟一直爬上路灯 悬挂在路灯上面 我们在下面看得心惊胆战 路灯距离地面 少说也有三层楼高 龙麒麟那么小的婴孩挂在上面 万一失足掉下来 那绝对会摔死啊 沈杰吓得哭了起来 瘫软在地上 伸出双手对龙麒麟喊 麒麟 我的儿子 快下来 你快下来啊 面对沈杰的哭喊 龙麒麟丝毫不为所动 她非但没有下来的意思 反而还在路灯上面爬来爬去 嘴里不断发出咯咯咯咯的古怪笑声 龙麒麟的笑声不仅古怪 而且恐怖 在这半夜里听上去 更是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诡异 除我之外 在场的所有人 听闻龙麒麟的笑声 都忍不住几倍发寒 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 龙少爷冲我喊 诚哥 你看我儿子 明显不正常 你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赶紧想个法子 或者用一张符 把那小子给我打下来 我看了龙少爷一眼 大哥 你再开玩笑吧 你儿子那么小 我怎么敢把他打下来 万一摔伤摔死了 你不得 让我陪你一个儿子 再说了 龙麒麟年纪太小 我怕施法的话 会伤害到他 那 那怎么办 龙少爷急得挠头抓二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不停地走来走去 就在这时候 忽听张雨昕 滴滴一声惊呼 抬头看去 就看见龙麒麟凌空跃起 跃到了不远处的 一道围墙上面 然后翻进了一户 人家的后院 龙少爷惊叹道 我去 这小子 以后得参加太阳马戏团啊 沈杰冲过来 给了龙少爷一巴掌 跺脚骂道 站着做什么 赶紧去找人啊 我儿子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完 龙少爷捂着脑袋 一脸猛 我儿子变成这样 又不是我害的 你他娘都骂我做什么 周所长走过来说 你俩先别吵了 现在找儿子要紧 我们立即赶过去 把那户人家的出入口 全部封堵住 将你儿子堵在里面 周所长一边说 一边安排那两个小警察 去堵门 这时候 龙少爷的父母 以及沈杰的父母 也赶了过来 听说龙麒麟躲在 别人家的后院里面 四个老人都急得不行 周所长一马当先 敲开了那户人家的大门 敲了半天门 一个穿着睡衣的年轻妇人 才磨磨蹭蹭开了门 开门以后 看见门口站着派出所所长 那个年轻妇人一脸惊讶 周所长说 不好意思 半夜吵醒你 我们进来找个人 周所长一边说 一边往里走 没想到那个年轻妇人 一把拖住周所长 然后扯着嗓子往屋里喊 老王 快跑呀 老王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看见一个中年男子 寒冬腊月的 只穿着一条底裤 光着膀子 慌慌张张 从屋子里跑出来 站住 堵在门口的两个小警察 当时将那个中年男子 摆了个正正 周所长贺问道 你是谁 你在跑什么 中年男子当场就吓哭了 拎着裤头说 几位爷 我也没犯什么事 是他给我打电话 说他老公今晚不在家 让我来睡一觉的 我们面面相去 一脸无语 原来我们撞破了一对野鸳鸯的美梦啊 那个年轻妇人 指着老王骂道 姓王的 你真是个耸包 然后年轻妇人对周所长说 我承认是我勾引的他 怎么着吧 难不成我跟哪个男人睡觉 还需要跟派出所打申请报告吗 乌龙 纯粹的乌龙 龙麒麟爬进了后院 我们是进来找龙麒麟的 谁知道这个夫人看见警察 以为警察是来查他们的 实话讲 这种奸情只属于道德范畴 也算不上犯法 确实跟警察没太大关系 搞得周所长脸上都有些挂不住 周所长扬了扬下巴 是一两个小警察 放走了隔壁老王 然后周所长对那年轻妇人说 你回屋去吧 我们对你的破事 一点兴趣也没有 我们是进来找个小孩的 年轻妇人一听这话 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 小孩 我家没有小孩 我跟老王才偷偷交往了两个月 怎么会有小孩 周所长都不知道 怎么跟这个年轻妇人解释了 直接把年轻妇人推进屋子里 警告他不准出门 警察办事 你现在再敢出门 我就告你妨碍公务 周所长说 年轻妇人隔着门问 周所长 今晚的事情 你不会通知我老公吧 周所长满脸黑线 不再理会那个年轻妇人 转身冲我招了招手 阳城 咱们进去 第1135章 银血 我带着张雨昕 和周所长一起走进后院 龙少爷和他老婆 也跟了进来 后院里面栽种着一些盆栽 看得出来 屋子的主人是个喜欢花花草草 同时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只是 如果有一天 当他知道自己的老婆 在背地里偷汉子的时候 他是不是还能像现在这样热爱生活 不过 这些都是别人的家务事 我们也管不着 我们今夜的目标 就是将龙麒麟捉拿归案 周所长掏出手电筒 手电筒射出的光束 就像一把雪亮的刀子 划破黑暗 在那里 手电筒从一个花盆前面扫过 周所长嘀嘀一声惊呼 借着手电筒的光束 赫然看见花盆后面 潜伏着一团诡异的黑影 一身大红袄子在黑暗中格外醒目 正是龙麒麟 龙麒麟今日满月 衣服打扮都很喜庆 身上的大红袄子 是龙少爷专门从城里的大商场 买回来的名牌服饰 按照习俗 满月孩子手腕上 还带着象征吉祥如意的银手镯 龙麒麟作为一个含着金钥匙出声的少爷 这些荣华富贵 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左右手带满了银手镯 显得十分贵气 此时的龙麒麟正躲在花盆后面 尽情享受她的美食 龙麒麟的美食 也就是刚刚从鸡舍里面 偷出的那只大红公鸡 公鸡早已经死了 脖子都断了 血迹斑斑 奇鬼的是 龙麒麟一个刚满月的孩子 连牙齿都没有 他是怎么咬断公鸡脖子的 手电筒的光照到龙麒麟 龙麒麟显得有些不耐烦 发出哼哼唧唧 十分不爽的声音 但她还是被面前的公鸡所吸引 不肯抬头 当着我们的面 大口大口 瞬息着公鸡的鸡血 龙麒麟的嘴巴 紧紧贴在鸡脖子上面 疯狂地吞噬鸡血 就像一头野兽 也不嫌弃鸡血的腥臭 反而觉得那鸡血鲜美无比 对她来说 就像是甘甜的乳汁 龙麒麟抱着鸡脖子一通豪影 即使和她隔着五米的距离 我们也能听见她喉头发出的咕咚咕咚的吞咽声 眼前这一幕 令在场众人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作为龙麒麟的母亲 沈杰更是哭出声来 麒麟 我的儿子 她怎么在喝生的鸡血啊 快阻止她啊 生的鸡血多脏呀 她会生病的 龙少爷知道她儿子这是中了邪了 连忙呵斥沈杰道 闭嘴 不要闹闹嚷嚷的 咱们儿子明显不对劲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周所长皱着眉头问 你儿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中邪了吧 张雨昕说 我点点头 从衣兜里摸出一张黄符 让旁边的张雨昕 去屋子里端碗清水出来 张雨昕应了一声 快步跑进屋子里 不一会儿 端着一个小碗出来 碗里装着清水 我在掌心摊开黄符 向龙少爷询问龙麒麟的生辰八字 然后咬破右手食指 以指作笔 将龙麒麟的生辰八字 写在黄符上面 指尖夹着黄符 轻轻一抖 黄符刷得燃烧起来 我把燃烧的黄符 丢进那碗清水里面 黄符在清水里面融化开 变成了黑漆漆的纸灰 原本的清水 也变得十分浑浊 我把这碗符水 浇到龙少爷手里 叮嘱他拿好 然后我静止朝着 龙麒麟走了过去 龙麒麟看见我朝他走去 立马警觉起来 就像野兽一样 四肢着地 后背高高攻起 猴头里发出低沉的咆哮 仿佛在警告 我不要靠近 小家伙 安静一点 不要激动 我嘴里说着安慰的话 试图继续靠近龙麒麟 龙麒麟的情绪 变得很激动 猴头里的咆哮声 更加明显 此时的龙麒麟 像急了一条恶犬 脸颊抽动着 冲我呲牙咧嘴 呲牙咧嘴 我定睛看向龙麒麟的嘴巴 好家伙 这小子的嘴里 竟然长了一口的牙齿 我们都知道 小孩子通常十个月 或者一周岁 才开始长牙齿 就算最快的 也是七八个月 但是龙麒麟这才四十天 怎么就开始长牙齿了 况且 龙麒麟嘴里长出的牙齿 可不是寻常牙齿 而是一口锋利的锯齿 细细密密的 让人看得几倍发了 难怪那只公鸡的脖子 会被咬断 原来龙麒麟的嘴里 已经长出了力牙 此时这种情形 就算傻子也看得出来 龙麒麟肯定有问题 而且 问题还很严重 我伸出手 对龙麒麟招了招手 就像在召唤小狗一样 召唤龙麒麟过来 周所长看我半天 没有采取行动 他居然大啦啦地走了上来 伸手就去抓龙麒麟 我微微一惊 立即冲周所长喊道 别过来 周所长只是知道 龙麒麟有问题 但是并不知道龙麒麟的厉害 他以为龙麒麟还是个婴孩 一只手就能抓住他 可惜 周所长大错特错了 只听周所长发出 阿压一声痛呼 龙麒麟突然从花盆后面窜起来 速度快如闪电 张开一口锋利的牙齿 静止咬向周所长的手臂 周所长哪曾料到一个小小的婴孩 居然有这样的攻击性 猝不及防 被龙麒麟一口咬在手臂上 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口 却万万没有想到 居然将周所长的手臂 活活撕下一块皮肉 龙麒麟嘴巴一张 吐出那口皮肉 咧开嘴巴 发出黑黑黑的森冷笑声 有鲜血顺着他的唇角滴落下来 龙麒麟此时的模样 看上去十分猙獰 脸上已经没有半点人样 活脱脱就像一只小野兽 让人不敢靠近 周所长后退好几步 左手紧紧捂着受伤的右臂 鲜血渗透出来 很快染红了他的制服 由于窗口比较大 鲜血纸都止不住 不断从周所长的纸缝渗透出来 稀稀粒粒滴落在地上 周所长一脸惨白 疼得满头大汗 健壮的身躯都在止不住的颤抖 周所长 你没事吧 龙少爷看见周所长受伤 赶紧走上前去 辅助周所长 因为伤害周所长的是自己的儿子 所以龙少爷对周所长充满了歉意 龙少爷回头把沈杰喊到面前 让沈杰赶紧把周所长 送到镇上的卫生院包扎伤口 第1136章 灌 嘿 小子 到这边来 我冲龙麒麟勾勾手指 故意挑衅他 龙少爷和张雨昕他们站在后面 一脸紧张地看着我 龙少爷对我说 诚哥 你小心点 这小子咬人挺狠的呀 周所长的手臂都掉了一块肉 妈的 改天我得亲自上门给周所长赔礼道歉 我背对着龙少爷 点了点头 这时候 龙麒麟突然怪叫一声 再次窜了出来 他的速度很快 张嘴便朝着我的小腿咬下去 有了周所长的前车之剑 我怎么可能重蹈覆辙 我故意把龙麒麟击出来 就是为了制服他 我这半生 对付了那么多妖魔鬼怪 区区一个中邪的小子 根本对我过不成任何威胁 龙麒麟扑上来的速度确实很快 普通人要想闪躲 是有些难度 但我不是普通人 外人看见龙麒麟 只觉黑影一闪 速度快得惊人 但在我的眼里 龙麒麟的一系列动作 跟慢动作 没有什么两样 我的右脚后一半寸 龙麒麟 这一口便咬了个空 不等龙麒麟反应过来 我已经闪电般出手 右手一招探云入海 一下子抓住龙麒麟的后颈 将这个小子拎了起来 龙麒麟嗷嗷怪叫 在我的手里疯狂挣扎 力气很大 完全不是一个婴孩的力气 我头也不回地对龙少爷喊 快把符水端过来 龙少爷不敢怠慢 端着符水屁颠屁颠跑过来 我瞅准机会 一把捏住龙麒麟的脸蛋 用力挤开她的嘴巴 龙麒麟那一口锋利的牙齿 密密麻麻 泛着森冷的寒光 她刚才喝过鸡血 此时嘴巴一张 一股浓郁的腥臭味 就从嘴里喷了出来 差点把龙少爷给熏晕了 龙少爷端着那碗符水 踉跄着后退了好几步 手里的碗 也险些落在地上摔碎了 张雨昕见此情况 赶紧跑上来 从龙少爷手里 夺过那碗符水 让我来 张雨昕端着符水 来到我面前 我冲张雨昕点点头 下达了命令 灌 张雨昕咬咬牙 平住呼吸 将那碗符水 硬生生灌进龙麒麟嘴里 龙麒麟一口咬住那个瓷碗 不肯松口 灌进嘴里的符水 也咽不下去 我伸出手指 在龙麒麟的咽喉位置 轻轻一戳 龙麒麟立刻松开嘴巴 喉头也打开了 咕咚咕咚 三两下就把那碗符水 吞进肚子里 龙少爷定了定神 上前问我 诚哥 搞定了吗 龙麒麟在喝下那碗符水以后 慢慢停止了挣扎 脸上的表情 也渐渐恢复了正常 不像之前那样 凶狠猙獰 片刻以后 龙麒麟便回了婴孩状态 蜷缩在我的怀里 瑟瑟发抖 我把外衣脱下来 给龙麒麟裹上 然后对龙少爷扬了扬下巴 回去再说 我们带着龙麒麟回到家里 龙少爷的父母 和沈杰的父母 也跟了回来 他们焦急地询问龙麒麟的情况 闹闹嚷嚷的 我把龙麒麟带回房间里 只允许龙少爷两口子进来 然后让其他人在外面等待 张雨昕主动留在外面 不停地安慰那四个老人 龙少爷对我说 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女人 我知道 龙少爷这话 虽然是在夸赞张雨昕 但其实是对我说的 我笑了笑 没有回答 我把龙麒麟放回摇篮里面 发现龙麒麟都已经睡着了 熟睡状态下的龙麒麟 非常可爱 胖嘟嘟的小脸 很是招人喜爱 灯光下 我看了看龙麒麟的面相 四四方方 额头很宽 浓眉大眼 从面相来看 这是帝王像 富贵像 确实是人中龙凤的长相 我跟龙少爷讲了讲 龙少爷高兴地一蹦三尺高 不过随即 又像双打的茄子 搭拉着脑袋问我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暂时稳定了 喝下 那碗浮水以后 他这几天都跟正常的小孩 没有两样 不会再变成刚才那种 暴走嗜血的重邪模样了 我对龙少爷说 听我这样说 龙少爷悬着的心 总算是放下来了 他拍着胸口对我说 诚哥呀 你这样说 我就放心了 你可是我们家的恩人哪 当年你救了我 现在你又救了我的儿子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龙少爷话音未落 就听咚的一声 他的老婆沈杰 居然在我面前跪了下来 谢谢诚哥 谢谢诚哥 你 你们这是做啥呢 大家都是兄弟 麒麟也算是我侄子 他有事 我救他也是应该的 快起来 快起来 你们这是 要我折瘦了 我一边说 一边把沈杰搀扶起来 我一脸严肃的 看着龙少爷沈杰 对他们说 你们现在谢我还早了点 事情还没完全解决呢 我只是暂时控制住了 麒麟体内的邪性 但是还没有将邪性 完全清理干净 等这件事情全部搞定以后 你们再谢我也不迟 好 龙少爷点点头 诚哥 等事情结束 你想要什么 只要是 我的能力范围 我都送你 呵呵 我笑了笑 随手指着龙少爷柜子上的一瓶酒说 到时候 你送我那瓶酒就行了 其实从我内心深处来说 我压根就没想过要龙少爷答谢我 我只是刚好看见他的柜子上 摆放着几瓶好酒 所以随口提了个要求而已 一龙少爷的性格 我若是什么东西都不要 他肯定不会同意的 龙少爷证了证 一瓶酒 对啊 我点点头道 就这一瓶酒 看上去挺不错的 到时候 你请我喝一杯就行了 行行行 别说喝一杯 就算喝十杯 喝一百杯 把我家的藏酒全部喝完 我都没有意见 龙少爷说 我点点头 让沈杰去准备浴盆 先给龙麒麟洗个热水澡 龙麒麟在外面摸爬打滚了半夜 虽然没有冻坏 但浑身上下脏兮兮的 得先洗干净再说 沈杰走了出去 很快把浴盆准备好 放满热水 然后把龙麒麟抱起来 开始给龙麒麟脱衣服 沈杰的动作很麻利 就像包算似的 很快就把龙麒麟包的金光 露出雪白雪白的小身板 但见龙麒麟的脖子上 赫然挂着一块佛牌 第1137章 鹰牌 刚刚满月的孩子 肌肤都很白 那块佛牌 却是黑沉沉的 跟龙麒麟雪白的肌肤 形成鲜明对比 龙麒麟脖子上的这块佛牌 是一个云游的道士送的 我之前已经推测过 龙麒麟之所以会中邪 很可能跟这个道士有关系 这便是那个 道士送给麒麟的佛牌吗 我问 沈杰点点头 是的 龙少爷皱眉道 赶紧把那佛牌摘下来吧 诚哥之前说了 麒麟之所以变成这副模样 很可能是这块佛牌在作祟 沈杰一听这话 赶紧伸手去摘龙麒麟脖子上的佛牌 慢着 我赫止住了沈杰 对他说 暂时不用摘下来 沈杰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龙少爷 龙少爷说 你看我做什么 诚哥说不摘 那就不摘嘛 听诚哥的吩咐就行了 沈杰没再多说什么 把龙麒麟放进了浴盆里面 我走到浴盆边上 伸手抓住龙麒麟脖子上的佛牌 近距离仔细端向 这块佛牌成椭圆形 比硬币大一圈 但是佛牌上面 并没有刻着佛像 而是雕刻着一个婴孩 婴孩蜷缩着身体 跟胎儿一样的造型 再看佛牌背面 雕刻着一串迎头大小的符咒 整块佛牌给人一种诡秘森森的感觉 根本就没有那种佛门正气 而且捧在手里 冰冰凉凉的 就像是一块寒冰 这种凉意 又不是普通的凉意 而是一种阴冷 我再仔细看了看佛牌的材质 两道浓眉 情不自禁地凝成一团 龙少爷站在旁边 看见我的表情变化 忍不住问我 诚哥 怎么样 这块佛牌是不是有问题 这不是一块佛牌 我放下佛牌 回头对龙少爷说 龙少爷和沈杰同时一正 诧异地看着我 不是佛牌 你知道这块佛牌的材质是什么吗 我问龙少爷 龙少爷摇了摇头 这个倒没有研究过 我说 这块所谓的佛牌 材质竟然是阴沉木 阴沉木是很珍贵的一种木料 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龙少爷说 知道 阴沉木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乌木吗 值钱得很呢 我认识一个老板 就是专门收藏乌木的 据说他家院子里的那几块烂木头 价值上亿呢 我点点头 缓缓说道 阴沉木是由于地壳变迁 如地震 洪水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素 使得古森林倒满于骨河床低洼深处 或者淤泥里 在缺氧 高压 以及弱酸 微生物共同作用的环境下 历经成千上万年缓慢碳化而形成 颜色光鲜 细腻光滑 致密奈腐 具有特殊香味 因为形成不易 所以十分珍贵 顿了一下 我继继续说道 但是 从另一方面讲 阴沉木常年累月深埋地下 吸食了大量阴气 所以这种木头很阴 用来做棺材 是非常好的 古代的帝王将相都用阴沉木做棺材 你想想 哪有佛牌是用棺材木做成的 龙少爷张了张嘴巴 惊讶地问我 那这块东西不是佛牌 又是什么呢 是一块 鬼牌 我口吻冰冷地说 当我口中说出鬼牌两个字的时候 龙少爷和沈杰同时打了个冷战 两人惊呼失声 鬼牌 我点点头 对 就是鬼牌 真正的佛牌 是用寺庙的泥土 香灰 或者高僧的设立 佛经的碎片制成的 佩戴在身上 能够驱鬼避邪 所以 如果这真是一块佛牌的话 麒麟也就不会中邪了 而我们所说的鬼牌 又叫做鹰牌 制作鹰牌的材料很邪门 就拿麒麟脖子上的这块鹰牌来说 除了用阴沉木做底以外 里面 还掺入了湿油 婴儿湿骨等东西 阴气极重 非常邪门 龙少爷和沈杰 听得脸色发白 尤其是听到鹰牌里面掺入了湿油 婴儿湿骨等东西的时候 龙少爷更是脸色大变 连忙问我 诚哥 既然这块鹰牌这么邪乎 为什么 为什么还不给麒麟摘下来 我耐心跟龙少爷解释说 如果现在把鹰牌摘下来 就会惊动那个幕后黑手 你说那个臭道士 龙少爷愤怒地说 说出这句话 龙少爷突然想起我也是个道士 于是立马纠正道 诚哥 我可没有骂你的意思 我点点头 并没有把龙少爷这话放在心上 而是跟他们分析说道 那个道士 不是跟你们说过 等齐铃满七七四十九天的时候 他会回来吗 现在距离道士回来 还有九天时间 不管现在我们有多么大的怒火 都要忍耐 等待九天以后那个道士现身 才是跟他算总账的时候 现在我们把鹰牌摘下来 势必会打草惊蛇 到时候那个道士如果不回来 茫茫人海 要想找到这只黑手 可就很不容易了 沈杰皱眉问道 诚哥 你的意思是 让咱们家麒麟当诱饵 把那个道士引出来 沈杰这话 明显带着不满的情绪 龙少爷立即呵斥道 你是怎么跟诚哥说话的 诚哥怎么安排 我们听着便是 可是 沈杰扭头看了一眼 浴盆中的龙麒麟 不由自主地红了眼眶 哽咽着说 可是现在还有九天 这块鹰牌每时每刻都在伤害麒麟 麒麟能挺过这九天时间吗 万一 万一他再次发狂怎么办 我对沈杰说 你放心 我既然这样安排 肯定会保护麒麟的周全 不会让鹰牌伤害到他的 妈的 龙少爷瞪红了眼睛 愤怒地骂道 等那个臭道士出现在我面前 老子非得弄死他不可 我们跟他无冤无仇 也不认识他 他为什么要加害我的儿子 沈杰说 你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 所以 人家找人来整你 龙少爷说 在这个镇上 还没有人敢这样报复我 沈杰说 那为什么那个臭道士 偏偏要加害我们的孩子 不去加害别人的孩子呢 龙少爷皱眉道 你问我 我问谁去 说不定那个混蛋 嫉妒咱们家有钱 第一签一百三十八章 恋小鬼 是麒麟的生辰八字 我说 生辰八字 龙少爷和沈杰同时抬头看着我 满脸困惑 龙少爷说 怎么 我儿子的生辰八字 有问题吗 诚哥 你不是说 我儿子的生辰八字很好吗 我说 确切地说 龙麒麟的生辰八字不是好 而是特别 正因为太特别 所以才会遭到邪魔歪道的觊规 特别 怎么个特别法 龙少爷好奇地追问道 你的儿子是纯阳命格 也就是杨年杨月杨日杨时出生的 万里挑一 十分罕见 我说 纯阳命格 龙少爷一脸不可思议 我去 这么屌 我点点头道 那个道士 也正是因为看中了龙麒麟的纯阳命格 所以才下套实施他的阴谋 阴谋 诚哥 那个臭道士 对我儿子 到底有什么阴谋 龙少爷紧张地问 我看了看龙少爷 又看了看沈杰 欲言又止 因为我怕这话说出来 会吓到他们 龙少爷看出我欲言又止 就对我说 没事 诚哥 你尽快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就想知道真相 我缓缓吐出一口气 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恋鬼 恋鬼 龙少爷和沈杰 同时变了脸色 短暂的震惊过后 龙少爷一蹦三尺高 情绪格外激动 什么意思 那个臭道士 居然要把我儿子拿去练鬼 他要把我的儿子变成鬼 沈杰听闻这话 下意识紧紧抱住龙麒麟 生怕有人抢走他的孩子 沈杰的眼泪 巴达巴达掉落在浴盆里 嘶声怒吼道 这个道士 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这般歹毒 对一个刚刚满月的孩子 都能下这样的毒手 龙少爷愤叉叉地说 我看他根本就不是人 他妈的 明天我让好飞机 帮我搞两把火药枪 看我不把他轰成烂筛子 我对龙少爷说 你冷静一点 这件事情 由我来解决吧 这种邪门歪道 你认为你扛着两把火药枪 就能搞定他吗 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龙少爷抓了抓头发 极度烦躁恼怒 他问我 诚哥 你说那混蛋 怎么就要拿我儿子 去恋鬼呢 我说 不是拿你儿子去恋鬼 是拿你儿子的魂魄 去恋鬼 你儿子 是纯阳命格 所以他的魂魄 是恋鬼的极佳材料 顿了一下 我继续说道 通常来说 两种命格 是极为罕见的 一种 是纯阳命格 一种是智智英命格 这两种命格 恋制出来的小鬼 都非常厉害 练出来的小鬼 鬼力凶猛 而且非常听话 能够为主人 做任何事情 很多邪门歪道 都喜欢练制小鬼 然后操纵小鬼 来做坏事 龙少爷听得直冒冷汗 他说 我之前听人说 泰国那边有练小鬼的 没想到 咱们这种地方也有 我点点头 对龙少爷说 道法源自上古巫术 一部分正义的巫术 演变成了后来的道法 而一部分邪门的巫术 则变成了鬼术 邪门歪道 肯定会遭到 正义的讨伐 一些邪门歪道 在华夏待不下去了 于是流落到东南亚一带 也就把鬼术 带了出去 像泰国的降头术 就是鬼术的一种 龙少爷 哦了一声 原来是这样 我继续说道 这个世界 有白天 就有黑夜 有正义 也有邪恶 而邪恶 永远都无法彻底铲除 有人的地方 就会滋生邪恶 沈杰说 关于养小鬼 我也听说过 上次我看一本八卦杂志 里面就提到 有明星养小鬼的事情 有的明星进入娱乐圈 怎么都红不起来 他们不从自身找原因 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些邪门歪道身上 他们去泰国请小鬼 试图通过小鬼转运 真的是不敢想象 我说 养小鬼是一把双刃剑 小鬼确实能够为主人做很多事情 像是那种搞职业赌博的人 也很喜欢养小鬼 因为小鬼能够帮他们赢钱 但是 一旦忘记喂养 或者无法喂养的时候 小鬼就会反噬其主 越凶猛的小鬼 反噬的时候越是恐怖 小孩子的怨念是最强的 尤其是胎儿 如果成鬼 后果不堪设想 沈杰对我说 诚哥 求求你 你一定要帮我们保护好麒麟 不能让他被人 炼成小鬼啊 当然不会 我跟龙少爷是从小到大的兄弟 在我心里 麒麟就是我的侄子 我怎么可能让我的侄子 被人炼成小鬼呢 要想把麒麟炼成小鬼 除非 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 我说这话的时候 口吻很平淡 但是不怒自威 散发出一股强大的霸气 龙少爷听了这话 相当感动 搂着我的肩膀说 好兄弟 好兄弟 我龙涛这辈子 见过各种各样的人 但是真正交心的 也就你们几个 足够了 真的足够了 浴盆里的水温逐渐凉了 沈杰把龙麒麟抱出来 擦干净身子 然后放在床上 我走到龙麒麟面前 指着他脖子上的鹰牌 对龙少爷和沈杰说 这块鹰牌 是那个倒是用来吸魂的法器 等到麒麟满七七四十九天的时候 他的魂魄 就会被这块鹰牌吸走 所以 九天后 那个倒是回到这里 并不是来看麒麟的 而是回来 取走这块鹰牌的 闲话少说 我现在做个法 让麒麟在接下来的这几天时间里 不会受到这块鹰牌的影响和伤害 我一边说 一边从衣兜里 摸出一张黄纸 然后左手摊开 将黄纸放于掌心 右手食指放进嘴里 咬破食指尖 指尖一出血来 我沾着鲜血 在黄纸上面 刷刷刷画了一道符 然后熟练地将黄纸折叠起来 折成了一个三角形状 我把这张黄符递给龙少爷 叮嘱他说 这是我给麒麟的护身符 回头你找根红绳 把护身符戴在麒麟的脖子上 如此一来 鹰牌滋生的鹰器 便会被护身符阻挡 麒麟就不会受到伤害 切记 鹰牌不能摘 我们要留着鹰牌 等那个倒是现身 第1139章 元气满满 忙了一夜 终于暂时解决了龙麒麟的事情 从卧室里走出去的时候 外面的天色都已经妈妈亮了 我看见张雨昕还在外面 便走过去问她 没有回屋休息吗 张雨昕摇了摇头 扶了一下额前的长发 你不也没有休息吗 反正天都快亮了 我看也不用睡了 我笑了笑 对张雨昕说 女人不能熬夜的 会加速苍老 张雨昕说 苍老就苍老呗 反正也没人要 张雨昕这话说的 我心里忍不住一疼 我甘大地笑了笑 你这么漂亮 又这么优秀 怎么会没有人要 张雨昕摇了摇头 神色哀伤地说 我一点都不优秀 否则 我也不至于混到 现在这副样子 我安慰张雨昕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要对生活有信心 也要对自己有信心 张雨昕伸了个懒腰 反正都睡不着了 不如出去走走 好啊 我点点头 和张雨昕一起往门外走去 龙少爷在后面叫我们 哎 你们忙了一夜不休息 这大清早的要去哪里 没事 反正都天亮了 睡不着 出去逛一逛 我说 龙少爷摸了摸脑袋 大清早的压马路 你们可真有亲智啊 我和张雨昕走出龙家 不远处是成片成片的农田 这个时间段虽然寒冷 但是空气却很清新 不少蔬菜刮果表面 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寒霜 晨雾弥漫 让周围的一切看上去如梦似幻 张雨昕说 好久没有回来了 还是家乡的空气好啊 而且我也很久没有这样早起了 只有以前读书的时候 才这样早起过吧 现在交通这么便利 从镇上到县城也要不了多久 你想休息的时候 就回小镇上住两天 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说 张雨昕苦笑了一下 我去哪里住两天 我倒是想回来 可我在镇上没有家 我的家都被封了 怎么住人 我摸了摸脑袋 这才想起 张雨昕的家都被封了 她回来确实没地方可以住 我赶紧跟她说了句 对不起 杨诚 你肚子饿吗 前面有卖早饭的 张雨昕说 我点点头 喝了一夜的酒 又忙碌了一整宿 肚子里空空荡荡的 不提饿还不觉得 一提饿 肚子立马就呱呱叫唤起来 我指着肚子说 你听 我的肚子都在叫唤了 张雨昕笑了笑 拉着我快步走进早餐店 现在时间上早 好多店铺都没开门 但是这家早餐店已经开门了 马放着高高的蒸屉 里面蒸着香喷喷的肉包子 锅里咕噜噜煮着粥 有八宝粥 小米粥等等 除此之外 还有面条 饺子等面食 种类丰富 应有尽有 让我微微有些意外的 店老板竟是一个年轻小伙 而且店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忙进忙出 大冬天的 他只穿着一件短袖 却依然累得满头大汗 从他的脸上 看得出生活的艰辛 我们点了几个鲜肉包 还有两碗粥 张雨昕说 他家的肉包最好吃了 新鲜肉 分量也足 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经常在这里买包子 你尝尝 张雨昕加了一个肉包给我 我咬了一口 满嘴香味 油水顺着嘴角往下躺 我连连点头 夸赞道 嗯 确实好吃 味道不错 张雨昕说 以前这家早餐店 是一对老夫妇开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想到这家小店还在呢 看样子 应该是换了老板吧 不过味道 还是跟以前一样 挺正宗的 那个年轻小伙 听见张雨昕说话 走出来冲我们笑了笑 没话老板 你说的那对老夫妇 是我爸妈 张雨昕说 怪不得呢 味道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爸妈也应该退休享福了 年轻小伙苦笑了一下 他们命不好 该享福的年纪 却走了 走了 张雨昕抿了抿嘴唇 对不起 我不该提这个话题的 没事 年轻小伙的笑容很纯真 他擦着脸上的汗水说 人个有命吗 只是他们命不好 出车祸走了 剩下我一个人 我想了想 这家小店是我爸妈的心血 我还是应该继续开下去 生活虽然艰辛了一点 但日子 还是得过下去嘛 年轻小伙这番话 虽然充满了无奈 但无奈之中 也带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我对年轻小伙说 现在的年轻人 能够像你一样 吃苦的 可不多见 年轻小伙笑了笑 人活一口气嘛 现在虽然苦一点 但只要努力 生活肯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我点点头 电子上这么忙 其实你可以请个工人的 嗨 电小力薄 请个人不划算 我一个人还能累下来 没问题的 你们慢慢吃 我去包饺子了 一会儿要上课了 年轻小伙打了个招呼 转身走进灶台 继续忙碌去了 看着年轻小伙的背影 张雨昕说 这个年轻人 挺让人感动的 是啊 我喝了口八宝粥 微笑着说 这顿早饭没白吃啊 很有意义 这个年轻小伙 教给我们很多生活的道理 吃完早餐 我没有喊算账 而是摸出一百块 压在了碗下 然后和张雨昕走出早餐店 远方的天空泛起雨堵白 晨曦就像墨水一样 一点一点净染天际 今天又是个好天气 这顿简单的早餐 吃得我元气满满 张雨昕让我送她去车站 她要坐车回去了 来到车站 买了票 张雨昕坐上最早一班 回县城的车 我把张雨昕送上车 车上还没有人 张雨昕突然拉着我的手 轻声说 杨诚 能再抱抱我吗 我没有拒绝 张开双臂 将张雨昕拥入怀里 我轻轻拍着她的肩膀 对她说 记着刚才的那句话 现在虽然苦一点 但只要努力 生活肯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张雨昕点点头 司机上了车 咳嗽两声 那个 报够了吗 要发车了 我松开手 下了车 汽车发动 张雨昕把脸贴在窗户上 她在冲我笑 这一次 她是真正开心的笑 第1140章 黑手现身 上 回去待了几日 九日后 我带着谢一鸣 再次来到龙少爷家里 那个云游的道士说过 等龙麒麟满七七四十九天的时候 她便会回来 我很清楚 这个道士回来 是来收走龙麒麟命魂的 我简单向龙少爷询问了一下 这些天龙麒麟的情况 龙少爷跟我说 自从佩戴上我的护身符以后 龙麒麟这几日还算正常 除了还是比较适舍以外 但没有出现过 重邪发狂的症状 正说着话 沈杰急匆匆走进来 对我们说 那个云游的道士来了 王八犊子 龙少爷一提到那个道士 火气就上来了 两只眼睛烧得通红 作为一个父亲来说 没人能够忍受 有人来夺取自己儿子的魂魄吧 我对龙少爷说 冷静一点 那个道士既然来了 今日我便不会让他离开的 龙少爷点点头 伸手揉了揉脸颊 平复了一下心情 对沈杰说 让那个道士进来 不一会儿 一个身穿灰色道袍 体型比较高大的道士 从外面大踏步走进来 这个道士拥有一张国字脸 方方正正地 看上去气宇轩昂 从表面来看 实在看不出是一个邪门歪道 难怪沈杰和龙少爷 会被他给骗了 灰袍道士走进来 声如红中 开口便道 麒麟何在 在这里 龙少爷抱着龙麒麟 从里屋走出来 灰袍道士眉梢一喜 伸手就要去摸龙麒麟脖子上的鹰牌 哎 别碰 龙少爷 赫止住了灰袍道士 冷冷问道 你回来做什么 灰袍道士微微一正 随即眼珠子一转 笑呵呵地说道 我与麒麟甚是有缘 我的护身符都给了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是他的师父 师父回来看看图儿 这不挺正常的吗 龙少爷护住怀里的龙麒麟 冷眼看着灰袍道士 你是回来看麒麟的 还是回来 取走麒麟脖子上那块鹰牌的 鹰牌 灰袍道士眉起眼睛 面容一下子变得冷峻下来 龙少爷 谁告诉你 这是鹰牌的 我怎么听不太明白 你的话 少他妈装了 龙少爷额上青筋暴露 怒骂道 你个臭道士 看中我儿子的纯阳命魂 想要利用这块鹰牌 娶我儿子的魂魄 炼制成小鬼 对吧 龙少爷直言不讳地 戳穿了灰袍道士的虚伪面目 灰袍道士的脸上 一阵清一阵白 表情就像吞了苍蝇一样 但是他嘴上却说 龙少爷 我想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些误会 你所说的这些事情 是听谁说的 我怀疑 有人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来 你把麒麟帝给我 灰袍道士伸出手 龙少爷后退一步 冷冷道 咋的 今日 你还能把我儿子抢走不成 灰袍道士的脸上 已经没有了笑容 他口吻冰冷地说 把龙麒麟给我 哟 好大的口气 我龙涛从小到大 还没被人威胁过呢 龙少爷冷笑两声 把龙麒麟递给沈杰 然后指着灰袍道士 狠声说道 你这个邪门歪道 居然打我儿子的主意 今日我看 你是别想活着走出这里了 哦 灰袍道士眉头一挑 轻描淡写地说道 就凭你 能够困住我 看得出来 灰袍道士 根本没把龙少爷 放在眼里 龙少爷不甘示弱 脖子一梗 冷冷说道 我是困不住你 不过吧 有人收拾你 灰袍道士神色一灵 口吻森冷地说道 敢问是何方神圣 出来现身一件吧 灰袍道士既然话 都说到这个份上 我便带着谢一鸣 从里屋走了出来 我和谢一鸣 也是一身道袍打扮 灰袍道士看见我们 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 敢问二位 是哪个道上的 我礼节性地抱了抱拳 昂首挺胸 正色道 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三清扶皱门阳城 谢一鸣赶紧学着我的样子 朗声说道 三清扶皱门 谢一鸣 你就是杨成 灰袍道士变了变脸色 上下打量着我 谢一鸣指着灰袍道士说道 既然听过我师父的大名 你就自觉地束手就擒吧 束手就擒 灰袍道士扬起嘴角 笑了笑说 在我们劳山派的字典里面 从来没有束手就擒这个词语 劳山派 我和谢一鸣对视一眼 原来面前这个道士 竟然也是劳山派的人 之前我们解决过 一个绰号叫 佟老七的劳山道士 不知跟此人 有没有什么关系 那个佟老七 也是邪恶得很 将那些无辜的鬼魂 用来练魂 这劳山派所专研的东西 都这样阴暗吗 佟老七跟你是什么关系 谢一鸣问 灰袍道士 微微一正 你们认识佟老七 谢一鸣冷哼一声 不屑地说道 岂止认识 我们还把佟老七的脑袋 拧了下来 灰袍道士的脸上 笼罩着一层冰霜 他握了握拳头 原来老七是 被你们害死的 老七 此人称呼 佟老七为老七 看样子他 不仅认识佟老七 而且关系 还很熟呀 害死 我们不是凶手 我们没有害死过谁 我们只是 替天行道 我冷酷地说 灰袍道士舔了舔嘴唇 冷冷说道 这些天我在这附近转悠 老师听到杨诚这个名字正好 今日我庞老四 便好好会一会你 用你的鲜血 祭奠死去的老七 庞老四的口吻异常冰冷 话音落下 他的道袍无风自古 两股无形真气 在他的袖口里流转 谢一鸣指着庞老四 骂道 你这老家伙出门的时候 没刷牙是吧 好大的口气 然后谢一鸣扭头对我说 师父 不要跟他客气 送他去阴曹地府 见他的兄弟去吧 庞老四突然一声利斥 右手袖口一甩 一股无形劲气打出来 面前的茶几上 瞬间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五指印 然后哗啦一声 茶几四五分裂 居然被庞老四 隔空打得稀巴烂 第1141章 黑手现身 终 与此同时 庞老四踏前一步 朝我们冲了上来 庞老四肢一脚踩下去 地板上面便留下一个深邃的脚印 龙少爷气得大骂 干你娘的 你是来抄家的吧 把孩子抱回房间里去 等我把他捣定了 再叫你们出来 我对龙少爷说 龙少爷点点头 说了句 诚哥小心 然后拉着沈杰 抱着龙麒麟 躲进了里间卧室 并且反锁上了房门 庞老四一步 跨到我面前 伸出双手 对着我的胸口拍出一掌 刹那间 静风呼啸 面前的空气 仿佛掀起了惊涛巨浪 一下子将我笼罩在其中 还是汹汹 庞老四内力充沛 绝对是个硬茬子 我不敢拖大 双手翻转 截了个法印 挡在胸前 只听砰的一声响 无形中的惊涛巨浪 一下子爆炸了 真气朝着四面八方激荡出去 催哭拉朽 把龙少爷家的客厅席卷的面目全非 窗户碎了 吊灯掉下来了 就连墙皮都被撕裂翻卷起来 我皱了皱眉头 再这样打下去 估计龙少爷的小别墅 都会被我们给拆了 于是我洋装不敌 向后飞快滑移 看上去像是被庞老四轰了出去 就连站在不远处的谢一鸣 也被我骗了 失声大叫 师父 我被轰飞到了院子里 庞老四的面上明显一喜 以为他赢了 首个回合 足下一点 化作一团灰色影子 继续冲了上来 想要趁胜追击 庞老四举起双掌 顾忌重施 再次拍向我的胸口 这庞老四的内力修为着实不错 也算是个一等一的高手了 从某种方面来说 比同老七 确实要强悍不少 此时我已身在院子中央 龙少爷家的院子十分宽敞 正好可以放开身手了 眼见庞老四朝着我扑上来 这一次 我没有躲避 袖口一甩 以同样的招式 双手成掌 迎向庞老四的双掌 哄 四掌相交 两股内力相互碰撞 发出闷雷般的声响 内力相撞 产生一股强大的冲击波 以我们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 所过之处 哗啦声响不绝于耳 地面的青砖相继碎裂 就像扒皮一样 被一层层扒了起来 声势十分惊人 这一次 我可没有跟庞老四客气 庞老四信心满满的 以为能够趁胜追击 却不曾想到 被我杀了的回马枪 短短几秒钟后 庞老四脸色大变 再也承受不住内力的冲击 大叫一声 贴着地面向后飞了出去 轰一声撞在墙壁上 如果是一般人 这样的撞击 估计已经散架了 但庞老四是个练家子 一身的铜皮铁骨 虽然受到猛烈撞击 但还是硬撑着站了起来 此时此刻 庞老四看我的眼神 明显发生了变化 在这之前 庞老四看我的眼神里面 带着一丝不屑 但是现在 庞老四看我的眼神很复杂 有惊诧 有敬畏 也有愤怒 庞老四的内力虽然深厚 但跟我比较起来 他还是差了好几个级别 自从我摆出六道轮回阵 跟地魂一战以后 我的内力 便已经达到了一个至高的境界 我不敢夸下海口 说自己是全天下最强的王者 但是我今时今日的战斗力 绝不是这些阿猫阿狗 能够随便挑战的 别的不说 就说四大鬼族之一的白长生 接近五百年的修为 不也被我给灭了吗 难不成区区一个牢山道士 还能比白长生厉害 所以 毫不客气地说 庞老四来挑战我 无疑是以卵击石 自寻死路 庞老四咬了咬嘴唇 眼睛里露出愤怒的眼神 但见他袖口一甩 伴随着两声尖锐的鬼叫 两个鬼影出现在他的面前 我微微一震 这大白天的 庞老四居然祭出了两个厉鬼 再定睛一看 那两个厉鬼 我在心里暗暗吸了一口凉气 一股怒火插那间 犹如火山爆发 让我浑身的血液 都咕噜咕噜地沸腾起来 庞老四祭出的两个厉鬼 居然是两个鬼童 那两个鬼童 是两个约末七八岁的小孩 左边是个男童 留着一个瓜皮头 右边是个女童 扎着两个羊脚辫 两个鬼童 穿着红烟烟的喜庆服饰 红的刺眼 不仅没有让人感觉喜庆 反而给人一种妖艺的感觉 两人脸色惨白惨白的 但是脸颊上又有红色的腮红 眼眶乌黑 看上去就像是 丧葬用品店的两个纸扎人 通常说来 小孩给人都是乖巧伶俐的形象 但是这两个鬼童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浓浓的阴冷之气 哥哥哥 哥哥哥 两个鬼童对着我们咧嘴笑了起来 那笑声就像锅铲在炒锅里摩擦一样 尖锐刺耳 让人听得心里难受 鸡皮疙瘩哗啦啦掉落一地 我用一种极其愤怒和厌恶的眼神看着庞老四 平生我最恨的 便是用小孩魂魄来炼制鬼魂的人 这个庞老四不仅炼制鬼童 而且还炼制了一对鬼童 并且 光是这样一对鬼童他还不够 居然还打龙麒麟的主意 简直是丧心病狂 毫无人性 可不要小看鬼童 年纪越小的鬼 鬼力越强 比如胎死腹中的鬼鹰 那怨气是最重的 除此以外 这种几岁大小就夭折了的孩子 怨气也是很重的 庞老四音音笑了笑 手腕翻转 手心里多出了一个类似于波浪鼓之类的东西 但是他这个波浪鼓上面 用朱砂画着各种各样的符咒 显然是一件神秘法器 而更为恐怖奇特的是 波浪鼓上面的两颗用来撞击的珠子 居然是两颗鬼眼 再细细一看 那波浪鼓都是用白森森的人鼓磨制而成的 劳山一派 自古以来都喜欢修炼邪术 所以一直被江湖各派所不齿 甚至还对劳山派展开过围剿 劳山派也因此销声匿迹了很多年 没有想到劳山余孽死而不将 折服这么多年以后又冒出江湖搞事情 实在是可恨 之前碰上的是童老七 今日碰上的是庞老四 按照这个排位 应该还有老大 老二 老三 老五 老六 也不知道童老七之后 还有没有老八老九 看样子 这些劳山派余孽 准备组团搞事啊 第1142章 黑手现身 下 咚咚咚 咚咚咚 庞老四轻轻摇晃着手中的波浪鼓 波浪鼓发出诡异的击打声 这击打声令人心神不定 心烦意乱 我只觉胸口浊气上涌 知道庞老四的波浪鼓有古怪 于是定了定神 暗中运起真气 将胸口里翻涌的浊气 缓缓压了下去 庞老四摇晃着波浪鼓 那两个鬼童听见波浪鼓的声音 居然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当然 这种欢快的舞蹈 在我们的眼中 却是非常的诡异 哥哥哥 哥哥哥 两个鬼童开心地笑了起来 毛骨悚然的笑声 就像栗子一样 刺得人耳膜隐隐作腾 不等我反应过来 那两个鬼童 就像瞬间一动一样 已经来到我的面前 伸出手 一左一右抱住我的两条腿 当两个鬼童抱住我的时候 我只觉一股极其森冷的寒气 一下子贯穿了我的两条腿 我的两条腿如坠冰窖 仿佛在瞬间失去了知觉 血管里的血液 好像全都凝固了 只听一阵吃辣声响 我的两条腿 竟然开始凝结出了雪白的寒霜 寒霜飞快蔓延 覆盖了我的两条腿 并且还朝着腰腹以上的位置蔓延 说实话 虽然我有所警惕 但我还是没有想到 这两个鬼童 居然如此厉害 大惊失色之下 整个人已经动弹不得 很快 也就眨眼的功夫 我的身体表面 全都覆盖了一层寒霜 包括我的上半身 以及头部和脸颊 全都被寒霜覆盖笼罩 我居然活生生 变成了一座冰雕 但我还是有些意识的 我能听见庞老四在狂笑 什么三清扶着门传人 也不过二吗 然后我又听见谢一鸣的怒吼 妖道 吃我一刀 喷喷喷 喷喷喷 进风激荡 打斗声清晰入耳 不一会儿 便听见谢一鸣 滴滴一声惊呼 像是受了伤 喘息着吏翅道 好你个妖道 居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庞老四的信心大增 猖狂地说道 今日 我把你师徒俩人 一起送下地狱 让三清扶着门 从此在江湖上消失 消失 好狂的口气 居然要让我三清扶着门 在江湖上消失 庞老四这句话 仿似一道闪电 刹那间贯穿了我的脑海 触碰到了我内心最深的地方 我原本 被那鬼童的阴气 冰冻得昏昏沉沉 但是庞老四这句话 却让我在瞬间惊醒 我猛然睁开双眼 眼睛里金光暴射 然后我开始运转体内的真气 我的丹田就像一口井 一股股热流 从这口井里面流出来 通过齐筋八脉 流遍全身上下 真气所过之处 我的身体 也渐渐变得暖和起来 整个肌肤开始散发出滚滚热气 变得发烫 而覆盖在我体表的那一层寒霜 此时也在一点一点的消融 不断有白色的雾气升腾 飘散出来 我听见谢一鸣在惊喜的呼叫 师父 然后我又听见庞老四 压抑的惊呼 紧接着 就听庞老四飞快地转动波浪鼓 波浪鼓的咚咚击打声 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强烈 想必庞老四是拼了命地 想要困住我 但是 他已经困不住我了 我体内的热血 已经沸腾了起来 这些妖魔鬼怪 又如何能够困住我 滚开 一声爆喝 我体内的真气瞬间爆炸 一股炽热的力量 自体内冲出来 将覆盖在身体表面的寒霜 冲击得四分五裂 两个鬼童也被震得飞了出去 我站在院子中央 仰天一声长啸 身上的青筋根根抱起 把盗袍都给撑了起来 我扭了扭脖子 发出咔咔声响 整个人就像拖胎换骨一样 又像是刚刚从沉睡中醒来 惊气饱满 我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谢一鸣 但见谢一鸣 嘴角带血 应该是刚才被庞老四所伤 谢一鸣看我破茧而出 欣喜地咧嘴笑了起来 但是他这一笑 可能牵扯到伤口 立马又捂住了嘴巴 庞老四看了看地上的两个鬼童 猙獰的咆哮道 站起来 给我站起来 咚咚咚 咚咚咚 庞老四拼命摇晃手里的波浪鼓 驱使两个鬼童继续战斗 两个鬼童从地上直挺挺地站起来 伴随着波浪鼓的击打声 他们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是争鸣 哇 哇 两个鬼童各自发出一声尖叫 闪电般向我扑过来 我在心里安安一声叹息 这两个鬼童我是收定了 他们在庞老四的手里 也是一种痛苦 我灭了他们 也算是帮他们脱离苦海 我摸出两张惊雷符 飞快贴在自己的左右手腕上 然后催动咒语 符咒瞬间亮了起来 眼见两个鬼童冲上来 我足下生风 脚踩天罡八卦布 背后伸出一串残影 以极快的速度 从两个鬼童中间穿梭过 与此同时 我伸出两只手 中指和食指并拢成剑指 刺在两个鬼童的眉心中央 嘴里大喊 天指雷 这招天指雷 是利用惊雷符创造出来的 因为我们符咒们的道法 都是以符咒为基础 我便在符咒的基础上 加以创新和变革 劈啪 龙少爷家的上方天空 突然聚拢一片乌云 两剂惊雷同时响起 听上去只有一剂惊雷的声音 两剂惊雷 各自贯穿了两个鬼童的身体 如此近距离的惊雷轰击 让两个鬼童在瞬间变成了飞灰 破 鬼童跟主人灵血相通 鬼童即死 庞老四自然也是身受重伤 挖得喷出一大口鲜血 贴着墙壁 颓然倒在地上 庞老四手里的 那个波浪鼓 也出现了裂痕 波浪鼓上面的 两颗鬼眼珠子 也碎了 庞老四摊坐在地上 掌心摊开 波浪鼓滚落出来 庞老四面色惨白如指 一缕鲜血 顺着他的唇角流下来 他浑身站立着 连开口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缓步走到庞老四面前 高大的身影 挡住了庞老四的视线 我指着庞老四 一字一顿地说道 想要灭我扶咒门 你还没有那个本事 不仅是你 就算是你们整个劳山派 全部出洞 也没有这个本事 说完这话 我伸出手 用手掌盖住了庞老四的眼睛 我再来找到这个本事 表面去打算 这一点 不用了庞老四的眼睛 感谢观看